这是一个游戏与现实相融合的世界 这里的人有着不同的职业 这个世界有数不清的遗迹 秘境 以及无数恐怖的怪物 而每个人都会通过猎杀怪物来获取经验与材料 从而制作新装备与新道具 但是在凶猛的怪物也不及那令人畏惧而又神秘的存在 没错那就是龙 此时龙国第三学校的某一处教室中 老师正在组织转职动员大会 同学们注意 今天的转职仪式 不光会影响你们能否可以考上大学 更关系到你们今后的发展 虽然理论上转职的结果是随机判定的 但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 只要精神足够坚定 大家都有机会觉醒战斗职业 听完老师的话 坐在教室一处角落的我也是心情澎湃 终于等到这天了 我名叫陆凡 自我从蓝星穿越到这里 已经过去了长达两年半的时间 两年半的生活 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也越发清晰 这个世界中有三大类职业 处于塔间的是战斗职业 比如战士 法师 弓箭手等等 运用强大的能力探索未知秘境 获得装备和丰厚的酬劳 是人人都向往的职业 其次是强化职业 比如附魔师 药剂师等 他们能制作有强大效果的特殊物品 但购买素材将产生大量发销 只有优渥的家境才有能力供养 最后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生活职业 厨师 药草师 矿工等等 这类职业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未来 成为普通人 努力工作 努力生活 而我的小姨寒科就是这样一位厨师 她每天辛苦的劳碌着 靠着一间小小的包子铺供养我读书 紧到我八岁 她无怨无悔的支持着我 她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 为了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 为了让小姨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一定要觉醒战斗职业 就在我歪歪以后的美好生活时 正在台上讲的热血澎湃的老师 也接到了校长的通知电话 同学们 转职仪式马上开始了 我们出发 听到老师的话 学生们全部一窝蜂的冲出了教室 冲啊 终于要觉醒职业了 见到学生全部兴奋的冲出教室 地中海老师也是来到了我的身旁 陆凡 你怎么了 你可是班上的尖子生 心里不必太有压力 话音刚落 一道系统弹窗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陆凡 恭喜你 超级宝藏图系统已成功激活 见此一幕 我也被吓得愣在了原地 卧槽 这难道就是每个穿越者的特权吗 看我满脸失神 老师也拍了拍桌子 陆凡 你有听到我说的话吗 见此我也从获得系统的兴奋中回过神来 抱歉了老师 我这就去觉醒一世 一路狂奔我也回忆起以前看过的爽文小说 也对 穿越到这样的世界 怎么可能没有系统 但是这个系统有什么用呢 算了算了 现在更重要的是转职仪式 一年一度的转职仪式正式开始 只要转职出战斗职业 就算是山基也能变成令人仰望的凤凰 要是能成为一个隐藏战斗职业该多好啊 强大 万人崇拜 大白天的就说起了梦话 隐藏战斗职业全校都出不来几个 出个生活职业我就组上烧高厢了 就在场中学生们议论的同时 场上的校长也是宣布起此次的转职仪式 同学们安静 转职仪式马上开始 我身旁的这位就是主持本届转职仪式的牧师 闻听此言 场中学生的目光顿时被这位牧师吸引 好强的气场 我要是也能觉醒这样的气场就好了 听到学生们的话我也在心中暗想 牧师骂 战斗职业的气场果然不同 也就在这时 系统弹窗再次出现 已获得新技能 鉴定之眼 见此我也是微微一愣 鉴定之眼 这是个什么技能 说着我就对台上的牧师发动了鉴定之眼 随着我的意念移动 牧师的图标也是出现在了系统面板之上 抱着试试的态度 我也点向了牧师的图标 职业 牧师 等级 29级 技能 转职起零 储值 500万龙笔 果然这个技能可以看到牧师的信息 一扫眼前的状态来 我也被500万的储值给震惊住 单是一个负责起零的战斗职业 就能拥有这样的资产了 小姨就算做一辈子包子 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吧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台上的校长也怒了 大喝道 安静 听到校长的话 场中之前 无视校长依旧还在讨论的学生们 顿时鸦雀无声 转职仪式正式开始 叫到名字的同学 请到台上来 张涛 听到是张涛的名字 场中的学生再次小声议论起来 张涛啊 这可是年级学霸 不知道能不能成为战斗职业呢 虽然转职基本上是随机的 但是属性越高就越有可能成为战斗职业 比起男生们关注的重点 女生们更关心的还是转职者的颜值 没错 张涛这家伙不仅学习好 颜值也是异常的帅气 随着牧师发动自己的职业进入 刚刚才走上台的张涛 顿时被一道道金色的符文所笼罩 没有多过停留 在符文掠过张涛后 就静止进入了场中的转职水晶之中 随着符文的进入 水晶的上方也出现了一颗篮球般大小的火球 而见到是代表法师的火球 全场的学生顿时就惊呼了起来 牛逼啊 张涛果然成为了战斗职业 真的好羡慕他呀 一握手中的火苗 张涛也在这事不懈的轻横了一声 转职仪式继续 不少的人都觉醒到了自己适合的职业 药草公司的少爷觉醒了药草职业 肌肉大汉觉醒了裁缝职业 戏狗觉醒了矿工职业 看来觉醒战斗职业终归还是少数 大多数人是生活职业 觉醒战斗职业意味着有无限的未来 而觉醒生活职业的大多数人注定和平庸一声为伴 听到我的话 站在我前面的男生也难难道 这还算好的 你看三班的礼品 家里本来就拮据 现在却转职成了开销最大的强化职业 还不如觉醒生活职业呢 好歹有个一技之长 不用担心自己今后的温饱问题 听到同学所说我的脸颊也不禁乏落一滴冷汗 我家里也拮据 万一成为了强化职业 这辈子就完了 来了来了 最弱的御龙职业他终于来了 转职仪式进行过半 觉醒人的名字也终于念到了我 抱着巨大的压力 我也是穿过人群走上了觉醒台 事已至此 紧张和压力都是没有用的 博一搏单车便摩托 草机便凤凰成败在此一举 只不过千万千万别觉醒强化职业 想法至此 牧师也对我发动了专属技能转职起零 随着符文掠过身体 我也饱含坎坷地盯着眼前的转职水晶 符文进入水晶 一颗巨大龙铜突然出现在大会的上空 而地面也随着龙铜的出现 发生了剧烈的震战 就在学生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站在觉醒水晶前的我突然被天空中的一道金光所笼罩 随着金光的出现 一只红色的生物也在我的上空逐渐凝视 带到其外观完全凝视成形 场中的所有人都惊讶了起来 巨龙 陆凡转职居然会出现巨龙 这种意向可是只要出现隐藏职业时才能见到的 我去这家伙不会真的觉醒了隐藏职业吧 场中惊呼不断 就连教师席这边也是一样 李老师 你们班居然出现了本校的第一位隐藏职业 可真有你的 没有理会身后女老师的马屁 地中海已经开始幻想起我今后可能拥有的成就 要是转职成最强的隐藏职业 龙血战士 龙语法师 那他就能成为龙国新的强者 甚至创造历史 据上次有人转职成龙血战士都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而那位现在已经是龙国的顶级强者 难不成陆凡也觉醒了这样的职业 话音刚落 场中的觉醒也接近了尾声 凝时的巨龙望着我的方向发出了阵阵龙银 不等这家伙继续嚎下去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直接将巨龙给拍碎 带到烟尘散去 场中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一人的身上 校长最为激动 更是直接上前一把搂住了我 小子 你是什么职业 是龙血战士还是龙语法师 文言知道自己觉醒了什么职业的 我也是支支吾吾了起来 我觉醒的御龙师 听到我的话 校长直接呆愣在了原地 学生们老师们的反应几乎和校长迷智 什么 御龙师 这么大的阵长 怎么可能啊 在呆愣途中 校长也松开了抓住我的双手 一个劲的朝身后退去 怎么是最废物的无用职业御龙师啊 御龙师 一个上限极高的战斗职业 可同样也是迄今为止 最废物的一个职业 觉醒仪式结束 抱着失落的心情 我也漫步在回家的路上 一点眼前的系统面板 我也查看起自己的属性 职业 御龙师 等级 识级 技能 御龙术 可驯服龙类生物 处职 239龙并 御龙师虽说和龙血战士龙语法师 并称三大隐藏职业 但是御龙师实际可以发挥出的实力 却是最弱的 现在这个时代 连龙都找不到 就更别提什么驯服了 还不如普通的战斗职业召唤师 而就在大会结束之前 校长也是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虽然驯服龙的机会几乎微不其微 但是你也能驯服一些亚龙众 从而成为强者 当然我也知道这些话都是在安慰我 强者对于我来说又怎么可能呢 没有龙的御龙师怎么可能潜力无穷 亚龙众 那也只不过是些凶暴的野兽罢了 可真正的龙根本没法比 也难怪学生和老师们会这么说 龙国800年的历史中 龙不是没出现过 不过 驯服过龙的御龙师却从未有过 在强大的人类在巨龙的面前都如同蝼蚁 想要驯服这样的存在 无异于吃人说梦 再就更别说没有龙的御龙师 不光能力无法提升 甚至连技能都无法解锁 小姨辛辛苦苦供我上学 可我却不能带给她更好的生活 不知不觉间 我也走回了自己和小姨住在一起的包子铺中 在深吸一口气调整好心情后 我也是推门走入了家中 小姨 我回来了 见到是我回来了 刚刚烧好一桌子菜肴的小姨也是赢了上来 小凡回来了 赶紧吃饭 今天我可是准备了一大桌子好菜 今天可是小凡转职的大日子 咱们就好好地大吃一顿吧 拉开椅子坐下 小姨也询问起我今天觉醒了什么职业 文言 我也是低下了头 看到我这副样子 小姨也发现自己问得太过直接 改口道 小凡 没有成为战斗职业也没关系的 天天去打打杀杀 我会担心的 文言我也打断道 不是的 小姨 我成为了育龙师 是一个没有龙什么都做不了的职业 见我这副样子 小姨依旧还是那般慈祥 育龙师也没关系的 毕竟是隐藏职业 这已经说明了小凡你真的很强 如果将来你能考上大学 小姨就继续攻你 要是你不愿意也可以和小姨一起经营包子婆 画面一转 吃完饭的我也是生无可恋地躺在了床上 小姨才26岁 生活职业这么多年的努力也没能改变平凡的生活 我想要和小姨一起过上更好的日子 难道就因为我成为了玉兽师而遥不可及了吗 想到这我也是一拳重重地砸在了床上 不甘心啊 明明只要有了龙 育龙师就是名副其实的隐藏职业了 现在的我又该上门找到龙呢 可能是察觉我内心的想法 系统也下意识地跳了出来 陆凡 恭喜你 首日藏宝图已发送 超级藏宝图系统每日将会发放一张藏宝图 首日发放必为神级藏宝图 看到这则提示 我也从失落中回过神来 对啊 我记得激活时它叫超级藏宝图系统 今天只是尝试了它的鉴定功能 还没有了解过它最核心的藏宝图功能 刚这么想着 我就伸手点向了藏宝图 藏宝图等级有 初级 中级 高级 和神级四等 三张相同的低级藏宝图能够通过系统合为一张高等级藏宝图 本系统每天都会向您发放一张随机等级 随机地点的藏宝图 只要前往那里就能找到与民对应职业相关的宝藏 看完系统对藏宝图的概括 我也大概有了方向 对应职业相关的宝藏 御龙师的确是公认最弱职业 那是因为驯服龙族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只要能利用好这个系统 就有跨越最弱与最强这条线的机会 也就是说 这张神级藏宝图可能就是我最后的翻身希望 来了来了 神级藏宝图它终于来了 如果就此放弃 那我这辈子只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就更别说回报小鱼了 所以我一定要去 抱着忐忑的心情 我也点向了系统的接收键 画面一转 系统上也出现了一幅详细的地图 山市平原 地区等级10到20级 山市平原距离江海市不算太远 只要搭上夜间最后一辆成交巴士凌晨就能到 时间飞逝 凌晨5点 小姨也是从睡梦中醒来 如往常一般打开客厅的大灯 餐桌上的一张纸条也是成功吸引了她的注意 一推我房间的大门 整个房间中却空无一人 这时的寒柯也拿起桌上的纸条浏览了起来 小姨 这几天 我要去山市平原 请不要为我担心 这可能是我改变育龙师命运的机会 我不会有事的 等我回来 我会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 与此同时 我也已经抵达了山市平原的外务 就在我考虑着下一步该怎样进行时 一只巨大的臂膀突然从我身旁撞过 当我扭头看去 一个身穿迷彩背心的镖形大汉正一脸不善地看着我 而在她的身旁 正站着一位靓丽女子在跟我打着招呼 察觉来者不善 我也是后退一步与这两人拉开的距离 手更是已经放在了刀板之上 不等我出声询问他们要干嘛 一个独眼老头已经出现在我的身后 小哥 一起走 一把打开他的手掌 我也立声回道 不用了 这些家伙这个时间点来山市平原的外务 难道是材料猎人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独眼老头也再次开口了 年轻人 深夜的荒野里没有同伴可是很危险的 要不要加入我们 闻听此言 我也更加确定了这些人就是材料猎人 这些家伙为了偷抢素材 杀人越货这种事简直信手拈来 见我依旧不为所动 这些人也露出了自己本来的面貌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闻言我直接扭头朝山市平原走去 我说了不用 见我这副样子 这伙人也是将我围在了中间 小哥你不懂荒野里的规则 这夜里可比你想象中的凶险 察觉这伙人要动手 我也解释道 我是一名召唤师 不需要同伴 如果有凶险的情况 召唤元素生物就能解决 闻言这伙人也停下了逼近的脚步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为首的独眼老头也是相当失去 看来我们担心你的安危实在是多余了 我们走吧 说着他就扭头朝山市平原中走去 见此我也暗暗松了一口气 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好在刚才瞎掰了一个召唤师的幌子 现在的我没有任何可用技能 和这伙人硬碰硬肯定讨不着好 果然没有实力就会这样 实力为王的世界 没有实力的职业注定会成为鱼肉 抱着对系统的信任 我也踏上了寻龙之路 沿着山市平原的外围 我也顺着藏宝图的标记 朝宝藏地点赶去 越到深处 沿途的怪物就越多 此时在我眼前 这群形似水牛的怪物名叫利角马 虽然它们不会主动攻击人 但如果我惊动它们 就算只是这样的怪物 我也根本不是对手 安全起见 还是绕道而行吧 一路上我小心翼翼 虽说是为了安全起见 我选择了绕远路 可是这也安全步到哪去啊 避开利角马 此时的我正处于一群巨角灵的正中心 这些巨角灵在夜晚的视野受险 很难看清周围的生物 可是对声音却是极其的敏感 也就在这时 一只巨角灵嚼着草走到了我的跟前 见此我也是冷汗狂貌 马上就要接近宝藏地点了 千万千万不要被发现 就在我心中暗响的同时 一只青蛙不合适的出现在我的脚底 一脚踩去 清脆的蛙鸣顿时响彻整个森林 听到这么大的响声 处于巨角灵中心的我也不禁汗言 紧随其后的就是巨角灵那杀人般的眼神 随着首领的一声鸣叫 场中所有的巨角灵都朝声音发出的方向冲了过来 见此我也不慢 立马就跑出了堪比博尔特的速度 特么的 死青蛙 好端端的你叫什么 眼见这群巨角灵马上就要追上了 我也是急忙朝巨角灵的冲锋线外跳去 好在这群巨角灵晚上都是瞎子 在成功跳出两米半后 我也是显而又显地捡回了半条命 和我不同 在刚刚的践踏中 始作勇者挖歌已经当场去世 而看着这样的景象我的心里也不好受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就连胆小的巨角灵都惹不起 若是错过了这次机会 以后我的下场就会像那只青蛙一样被践踏致死 就在我这样暗想的同时 系统弹窗突然跳了出来 已到达本章藏宝图地点 见此我也是喜笑颜开 急忙抬头查找起四周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找了两份半后 我也发现了宝藏的详细地点 抱着激动的心情 我也是冲入了这奇怪的岩石缝中 这就是能改变我御龙师命运的宝藏吗 映入眼帘的正是一颗赤红如火的红色龙蛋 就在我不知所措地望着龙蛋的同时 包裹在外的蛋壳也发出了咔咔咔的碎裂声 正在破壳 幼龙就要诞生了 就在我满怀期待地看着幼龙破壳时 周围的草丛中突然传来了嘻嘻嘟嘟的声音 为了安全起见我也拔出了腰间的砍刀 明明一路上都很小心 果然还是没逃过野兽的鼻子 说着我就朝草丛的一处劈了过去 来了来了 神级藏宝图的宝藏它终于来了 不过在找到宝藏的同时 我也已经成了野兽眼中的猎物 一刀猛地劈下 攻击直接让眼前这只狐狸形野兽 给结结实实地拦了下来 嗜血灰狐 一种对血液极其敏感的野兽 虽然体型只有家猫大小 但是力气却是出奇的大 就连已经十级的我都难以招架 眼见这家伙马上就要将刀给压了回来 我也不敢懈怠 抽刀出拳一气呵成 直接将毫无防备的嗜血灰狐给轰飞了出去 初次与野兽搏命 我也感到了极大的压力 利用短暂的空荡期 我也发动了系统的鉴定之眼 嗜血灰狐 等级 十级 技能 三连爪击 嗜血回复 以目标嗜血量回复自身生命 经验值 120点 材料 胡皮 价值80龙臂 三连爪击和嗜血回复 这种技能搭配真的很强 只要它能够三连机放血 再用嗜血回复 恢复自身 一直拖下去 我迟早会被它给耗死 看了看身后正在破壳的龙弹 我思考起接下来对付嗜血回复的办法 现在的我没有任何技能应对嗜血回复 如果可以拖延到幼龙破壳时使用玉龙术 应该可以轻松解决它 天不为人愿 嗜血回复显然没那个心思 抓住我愣神的空挡 直接就从地上朝我飞扑了过来 眼见离我近在咫尺 情急之下我也抬起手臂做出了格挡的架势 三连掌机发动 锋利的爪子瞬间就划破了我的手臂 绝对不能让它使用嗜血回复 必须在三连机结束之前解决掉它 说着我就抄起大砍刀朝嗜血回复挥了过去 爪盲与刀刃的碰撞 仅是触及的瞬间 新手大砍刀的刀刃就已经发生了碎裂 当然嗜血回复也没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一把压住砍刀的同时 它也发动了三连掌机的最后一击 硬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我突然猛的后仰过去 爪盲几乎是擦着我的身体滑落 当然我也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调动全身力气撑起自己的同时 我也直接猛的拿起砍刀 插入了嗜血回复的头颅之中 随着我拔出插入头颅中的砍刀 系统弹窗也再次浮现了出来 嗜血回复 等级 十级 以讨伐嗜血回复 陆凡 经验直加120 见到系统的出现 正打算捕刀的我也是长书一口气 终于干掉了 不等我休息 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自我身后响起 是啊 确实干掉它了 小哥 还真是厉害啊 材料猎人 一种专职在野外狩猎怪物寻找材料的职业 而这些人往往也是最极端的一群人 背后捅刀子这种事情都已经是家常便饭 而看着这群人的出现 我也是出声质问起来 你们竟然跟踪我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加入你们 文言 三人中的女子也是淡笑出声 小帅哥 不必如此紧张吗 你可是欺骗了我们 听到女子所说 一旁的独眼老头也附和道 是啊 小哥 你明明说你是召唤师 可为什么伤成这样还不用技能力 文言我的脸颊也不自觉的滑落出冷汗 反应过来的我直接一脚将嗜血灰虎给踢了过去 你们想要狐皮就拿走 别再缠着我 见此为首的独眼老头也是一愣 紧接着就露出了一抹邪恶的微笑 哈哈哈哈 小帅哥你可真有意思 这一张狐皮才八十龙笔 我们得拜托小哥砍多少只才够分的呢 我们要的 可不是这个 眼见老头的目光是我身后的龙蛋 我也暗脚不好 这些家伙 他们看见我找到龙蛋了 随着独眼老头一声令响 标形大汉和大兄女直接朝我杀了过来 来不及做出反应 标形大汉猛的就砸掉了我手中的大砍刀 力气和气之大 连人带刀我瞬间被轰出了数米之远 大兄女也是紧随其后 手握匕手直接就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别动望小帅哥 会划伤你的 见此一直没出手的独眼老头也是走到了我的身旁 大汉已经从龙穴中取出了龙蛋 龙蛋到手可以撤了 文言独眼老头也但笑道 既然宝贝已经到手了 那就杀了他吧 听到老人的话 大兄女也是一愣 不过随即就反应了过来 太遗憾了小帅哥 我们要说永别了 说着他就拿着匕首抵上了我的脖子 看着这伙人拿走龙蛋 我的心中也是万般不甘 那可是我唯一翻身的机会 绝不能让这群家伙拿走龙蛋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龙蛋的外壳突然发生了大面积的破碎 紧跟着一道黑影从中窜出 静止就飞上了天空 见此一幕场中的所有人都是一愣 当众人抬头看去 一道黑影正盘旋于空 无数的气流自他的周身四散而出 根本不给众人反应的时间 黑龙瞬间缩回翅膀 朝着下方的两人就冲了过去 见到这副场景 独眼老头也不敢怠慢 一握腰间的小药瓶就朝黑龙的方向扔了过去 眼见这充满诡异色彩的小药瓶 黑龙也没有选择击碎 原地旋转直接绕过药瓶 继续朝两人的方向冲了过去 见到老头攻击没中 标形大汉也是朝着黑龙的方向迎了上去 眼见攻击尽在咫尺 黑龙毫不退缩 龙同龙爪上顿时就镀上了一层恐怖的红色 龙爪技能发动 仅是一个照面 体型魁梧的大汉瞬间就被撕成了五分 随着大汉的残骸散落在地 独眼老头也被这恐怖的一击吓得瘫软在地 而黑龙在成功斩杀掉大汉后也没有闲着 直接将目光转向了离他最近的独眼老头 见此一幕老头也没了之前的那份淡定 一个劲得朝身后的我和大兄女求救 而此时的我已经完全被黑龙的实力所震惊 没想到 即使是刚破壳的幼龙都这么强大 难怪至今没人能驯服龙族 闻听此言 大兄女也回过神来将刀重新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龙 你刚才说什么 这居然是颗龙蛋 不等这家伙继续问下去 一道血迹和一片衣服的碎块突然从他的身侧漂泊 与此同时 小黑龙也开始拾起地上的蛋壳碎片一块一块的塞入嘴中 眼前这只刚刚出生两分蛋的黑龙 仅是一个照面就轻松解决了材料猎人中的两名战领 而看着队友接连死亡 大兄女也是被吓得魂不守舍 就连握住砍刀的手都不由地颤抖了起来 见此一幕 一把推开他的同时我也嘲讽到 材料猎人的嗅觉也未免太迟动了 想抢走本该属于我的龙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没有多过停留 我静止朝着吃蛋壳的黑龙跑去 见到黑龙的目光从地面转向了我 我也不敢犹豫 立马就对其使用了御龙术 金光拂过 小黑龙也在此时疑惑地熬了一声 随着金光越演越烈 迟迟没见我被黑龙斩杀 大兄女也不由地紧张了起来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这条龙不杀了你 文言 我也但笑道 刚刚偷偷跟来的时候你们不担心我是谁 现在却担心起来了 那既然你问了 我也让你死个明白 我可不是什么召唤师 我是御龙师 黑龙契约已达成 以解锁技能 龙爪 龙牙鸡 龙之鼓舞 见到逐渐逼近的小黑龙 大兄女也是没了之前的那份妖魅 一个劲的哀求道 放过我吧 我真的不知道那是颗龙蛋 文言我也讽刺道 卑劣的材料猎人 你们又谋害过多少和我一样的人了 多说无意 去陪你的同伙吧 文听此言 小黑龙一个俯冲 开启龙爪就朝大兄女杀了过去 画面一转 凌晨过去 太阳也逐渐升起 此时的我已经将 嗜血挥护划伤的手臂包扎好 而小黑龙就和刚出生的宝宝一样 对一切的事物都是十分好奇 一把抓起正在翻包的小黑龙 我也是兴奋地将它举了起来 好了好了不要再翻了 你也太活泼了 没想到我真的跨越了 最弱到最强的那条红弓 你刚刚出生就这么强大 真不敢想象你生计后会有多强 说着我就抱着小黑龙狠狠地蹭了蹭 御龙是摆脱罪弱职业指日可待 不过该叫你什么名字好呢 小眉球 黑金刚 就在我想着小黑龙今后的名字时 被我抱在怀中的小黑龙 突然伸出舌头舔向了我受伤的手 见此我也是一愣 急忙阻止起它 小家伙 这个不能吃 话风一转 小黑龙的周身突然散发出阵阵龙力 而一直抱着他的我 更是直接被这股力量给轰飞了出去 带到龙力将小黑龙完全包裹 一个长着龙脚的女子突然从中走不出来 带到龙力完全消失 一位身材傲人的女子也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见此我也是瞳孔猛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黑龙竟然变成了人形 来了来了 人形小黑龙它终于来了 看着眼前变成人形的小黑龙 身为主人的我也询问道 原来你还可以变为人形态呀 听到我这么问 人形小黑龙也是狠狠地点了点头 而我的属性面板也在七月小黑龙后 获得了巨大提升 职业 御龙师 等级 御龙树可驯服龙类生物 龙爪可幻化手臂为龙爪 威力取决于当前龙宠 龙牙肌 调动龙器 发出威力巨大的一击 龙之鼓舞 鼓舞自己合龙宠 提高30%全属性的攻击力 契约黑龙 传说 等级 一级 处置239龙臂 看完系统上满满的技能 我也不由得滑落下一滴冷汗 果然和我想了一样 驯服了龙族 所有的技能都解锁了 龙之鼓舞 可以强化自身合龙宠 30%的全属性加成 单单是一条攻击力 就已经远超了牧师的增益效果 龙牙肌 本就是高伤害的攻击 而龙爪还可以幻化自己的手臂 打出龙宠的伤害 不说黑龙幼崽 就看高出普通人五六倍的属性 现在就算是我亲自动手 也能碾压同级别的任何战斗职业 刚这么想着我就点开了小黑龙的状态栏 契约 黑龙 等级 一级 力量342 敏捷267 精神359 耐力373 巨恶强袭 高速突进后撕咬 对目标持续造成流血伤害 熔岩烈焰 持续向前方喷出火焰 造成伤害同时治疗自己 黑龙血统 受到所有伤害降低50% 免疫所有减疫效果 自我恢复能力提升500% 血气 血脉相通 也与龙师提供龙虫10%属性加成 看完小黑龙的所有属性 我整个人直接是化在了原地 才一级的幼龙 这种技能和近400点的属性 人类根本无法企及 就算是相差20级的人类高手 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正是血脉相通 让我各项属性直接翻倍 难怪驯服成功后 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变强了 不愧是三大最强隐藏职业 不过再强的隐藏职业 在龙族的面前 也不会有任何获胜的可能 毫无疑问 玉龙师是最强隐藏职业 看了看身旁 正在吃着蛋壳的小黑龙 我也不经悍言 虽然可以变成人形态 但是这家伙依旧是龙的习性 不过也不能老是小黑龙小黑龙的脚 还是得取个名字先 一条小黑龙 而且诞生在黎明前的夜里 一拍小黑龙的头 小叶 叫你小叶怎么样 文言小叶也是肯定的熬了一声 看着他一直在吃蛋壳 我也询问道 是不是饿了 我们去找吃的吧 文言小叶也是一脸渴望的看着我 看来也是时候去猎杀一些野怪来填饱肚子 既然有了小叶的加入 现在还不能就这样回去 决定我能否考入大学的试炼即将到来 很多同学都会把重心放在外出升级上 以前憧憬的南省状元奖励和龙国最高学府资格触手可及 即便已经如此我也不能掉以轻心 提升等级熟悉技能才是首要任务 小叶我们动身 去山市平原的深处找吃的 龙族 一种一出生就有超乎常人的实力的种族 而当我成功契约小叶后 我的实力也有了质的提升 一跃从最弱职业变为了最强 当然我也没有懈怠着突如其来的惊喜 带着小叶就前往了山市平原开始了刷籍之旅 刚刚进入 一群四狗又四狼的野兽就从山谷中冲了出来 见到如此场景 我也急忙对其发动了鉴定之言 平原猎狗 等级 十二级 猎尺撕咬 咬伤目标造成持续流血伤害 腐烂 对目标造成疾病减疫效果 经验值389点 材料 全尺 价值95龙币 单凭属性 平原猎狗就已经比嗜血恢复难缠了 不过那是对之前的我而言 之前我虽然赢了十级的嗜血恢复 却也受了很多伤 不等我继续想下去 小叶突然腾空而起 一脸看十五的表情看着眼前的平原猎狗 见此我也笑道 你既然想去 那就去吧 文言小叶也是不慢 一个弹射起步就朝平原猎狗群杀了过去 当然身为御龙师的我也没有选择观战 毅然决然的跟着小叶冲向了猎狗群 速度属性接近400 仅是一息的功夫小叶就已经来到了猎狗群的正上方 没有急于攻击 在抵达后 小叶直接昂首挺胸猛吸一口气 熔岩烈焰发动 铺天盖地的恐怖火焰直接覆盖了整个猎狗群 系统也在不断的弹出经验值加380的弹窗 仅是短短两秒半的时间 我的等级就已经来到了11级 小叶更是连升两级 真不错 但是想要更快升级 还是得去猎杀那些精英怪物 一转矛头我也看向了附近的洞穴 小叶 别管这些喽啰了 这边有个大家伙已经等了我们很久了 察觉自己被发现 洞穴中的生物也从其中走了出来 三炉血尸 等级 25级 咆哮 增加自身防御与攻击 剑塔 在目标范围内造成大量伤害 三重烈焰 造成三次火焰范围伤害 经验值 23790点 材料 血尸之牙价值800龙币 血尸之皮价值2570龙币 25级的精英首领 一般来说 需要有个怪物猎人小队才敢接近 可是对于我这个已经契约了龙的御龙师来说 完全没有必要 三炉血尸也是发动了自己的咆哮技能 增益技能发动 紧接着三炉血尸就开始蓄力起三重烈焰 知道这个技能的可怕 我也叮嘱起身后的小夜 配合我打断他的技能 不要让他成功开出来 在肯定的应了一声后 小夜的周身也再次出现了唤醒时的龙起 当然我也没有闲着 直接掏出腰间的砍刀来到了小夜的身前 一跃腾空而起 眼见敌人依然在朝自己逼近 三炉血尸也发出了愤怒的咆哮 没有理会这家伙的咆哮 化形结束的小夜直接将我拖了起来 巨恶强袭发动 重新化为龙形的小夜一个俯冲 就朝三炉血尸的方向冲了过去 投手齐上 一口咬住最中间的尸头 两只龙爪分别抓住剩余的两颗尸头 三炉血尸的三重烈焰直接被小夜打断 而半路从空中跳下的我也大笑道 好 小夜做得好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龙牙击发动 我直接就朝三炉血尸的头颅上刺去 一声淒厉的惨嚎响起 三炉血尸瞬间被这恐怖的一击砸倒在地 而当我从空中落下 三炉血尸也在这时没了半点反应 陆凡 经验值加两万三千七百九十 等级提升至十四级 黑龙 经验值加两万三千七百九十 等级提升至九级 见此我也被这恐怖的经验值给震惊住了 还得是精英怪啊 一下就升了这么多级 玉龙师 一个只要有了龙就有无限潜力的职业 而自从有了小夜的加入 我的实力也是谁长船高 就连二十五级的精英首领 四日的藏宝图也是成功发送 而看着藏宝图系统的出现 我也不禁汗言 又是一张藏宝图 不知道这次的玉龙师专属宝藏是什么东西 抱着对宝藏的无限狭想 我也和小夜一起踏上了寻宝之路 此时山市平原深处的某一片石林中 格书 这么难得的机会 我们真要这样错过吗 听到女孩的话 这位名叫孙格的战士也解释道 小姐 咱们这不是也没办法吗 这机缘秘境至少要五人才能开启 我们人数不够是打不开的 不过我建议让彩儿回江海市再带人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秘境了 文言 孙格口中的彩儿也拒绝道 不行 就算以我的敏捷 一个来回至少也得一天 听完彩儿所说 领头的秦秋也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随机刷新的机缘秘境 奖励比普通副本更好 但是只存在二十四小时 一天时间肯定是来不及的 见小姐这样 孙格也安慰道 小姐 您也不用这样换断换施 就平民的实力 只要进了十大学府 肯定会提供秘境给明白 知道格书是安慰自己秦秋也解释道 你说的我都知道 就是太可惜了 不等他们继续商议下去 身后的动静也吸引了孙格的注意 随着孙格一声大喝 前行者踩而合 他几乎是瞬间挡在了秦秋的身前 是谁 赶紧出来 文言 恰巧路过的我也是从石头后走了出来 不用紧张 我只是路过的 你们继续商量你们的 见我就一个人 孙格也提醒道 看你这脏兮兮的样子 小伙子 这里可不是裁掉猎人该来的地方 拍了拍格书 为首的秦秋也是来到了我的跟前 你好 我们来自江海市秦家 我叫秦秋 虽然有些唐突 但请问你可以暂时和我们组队吗 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和我们一起进入机缘秘境 事成之后付你十万龙币的报酬 如何 文言我也停下了即将离开的脚步 十万龙币吗 说着我内心也想到 能让江海首付秦家都想去的机缘秘境 最后的奖励肯定很稀有 听到我的询问秦秋也肯定道 没错 只需要你凑够要求的人数就行 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拿到十万龙币 话已至此 站在秦秋身后的孙格也提醒道 这种好事可不是随便就能遇上 走吧 文言我却是不为所动 直接就讲出了马云的经典名言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不过 我们可以合作 按规矩来 听到我所说 他们四人也是齐齐地停下了脚步 我们没听错吧 按规矩来 彩儿更一脸不确定地询问起我 你是说 你想要以实力的表现来分配秘境中的奖励 我们的平均等级在二十左右 而他看起来比我们所有人都弱 对自己这么自信吗 还是说是个妄自尊大的家务 在做了一会儿思想斗争后 秦秋也是向我伸出了手 既然你想要合作 那我们就以合作的方式组队 以表示诚意 先前答应的十万龙币依旧算数 听到他这么说 我也不再提条件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合作 就这么定了 随着合作达成 我们也是迈步走向了机缘秘境 荒娇也领在陌生人面前 暴露小叶只会带来麻烦 早在察觉到这伙人之前 我就已经将小叶收入了细舔空间中 现在也只能委屈小叶 等我拿到秘境奖励后 再召唤你出来 争议已成为本 在同意了合作的分配方式后 我也和秦秋的小队 踏入了机缘秘境之中 机缘秘境 哀痛村 秘境等级二十级 秘境难度 困难 人数限制五人以上 只是刚进入秘境秦秋 就已经发现了秘境的不同 这村子太过安静 只能听见我们自己的声音 闻言 身为前行者的彩儿也补充道 空气很沉重 迷雾里似乎没有生命的迹象 所有人都是紧握手中的武器 丝毫不敢懈怠 而见到我依旧是双手插动 孙格也调侃道 小子 你两手空空 该不会没有装备吧 对此我却是淡笑出声 没有武器装备吗 既然你诚心问了 我也不介意装上一笔 抬手间龙气炸现 以我手掌为中心 龙气逐渐凝聚成形 形成了一把龙灵剑 墨龙灵剑 等级要求 十级 职业要求 御龙师 龙血战士 龙血凯化 另使用者部分龙化 增强龙化威力 力量加65 耐力加30 再打到三龙血尸后 正好触发高级藏宝图 而这把墨龙灵剑 正是高级藏宝图的宝藏 而看着我手中的龙灵剑 孙格也不经汉眼 小子 你这武器看着不一般啊 我之前还以为你是材料猎人呢 你这个年纪 难道是刚转职的学生 完全没有理会 一旁的彩儿也不屑道 你管他做什么 合作归合作 他要是图谋不轨 我会立刻制服他 不等众人继续聊下去 一只腐烂到变形的人手 突然从地底钻了出来 距离最近的孙格 也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危险吓了一跳 腐败丧尸 等级 15级 经验值 620点 材料 腐败毒素 256龙病 缠暴撕咬 纠缠抓闹目标 并持续撕咬 尸毒 任何攻击都将传染尸毒 令目标持续损失生命 死于尸毒效果下的目标 则变为腐败丧尸 牵一发而动全身 无数的丧尸从地底爬了出来 眼见目标是最边上的孙格 队伍中毫无存在感的骑士小甲 直接就冲到了他的面前 冲撞技能发动 近在指使的丧尸 直接被小甲给撞飞了出去 回过神来的众人 在看见丧尸后 也是立马做出了战斗的架势 孙格 战斗职业 战士 等级 28级 财 战斗职业 23级 前行者 还有那个把手传送门的骑士 队伍配置很合理 尤其是这个孙格 28级的战士 马上就要二转职业了 就在我思考之际 为首的秦秋 也是蓄力起自己的技能 盛光星雨 汇聚能量迸发星光落雨 对范围内敌方目标 造成神圣伤害 对几方目标产生等量治疗 就淹没了腐败丧尸潮 见我满脸震惊 秦秋也解释道 这是我职业的特点 隐藏职业圣光法师 可以兼备攻击与治疗 当然 现在的攻击比法师伤害低 而治疗也比不上牧师 听完秦秋的话 我也恍然大悟 怪不得13级 就可以秒杀15级的腐败丧尸 他的神圣系伤害 对丧尸来说非常有效 圣光法师 一种法师和奶妈结合的隐藏职业 自带神圣属性 对诅咒系的伤害翻倍 13级的秦秋 仅是一个技能 就解决了数十只 15级的腐败丧尸 好景不长 在丧尸被解决后 哀痛村的地面 突然就发生了剧烈的震战 无数腐败丧尸自地底爬出 当然怪物远不止此 刚刚那一击圣光星雨 应该是惊动了地底的精英怪 听声音 数量还不少 正如我所料 一只只肤色成暗红的鲜血丧尸 也自地底爬了出来 鲜血丧尸精英 等级 20级 经验值840点 材料血湿毒囊 910龙壁 吸血撕咬 纠缠抓闹目标 并持续撕咬 对目标造成伤害的同时治疗自己 失毒 任何攻击都将传染失毒 令目标持续损失生命的同时治疗自己 鲜血狂暴 进入狂暴状态 提升40%的力量与敏捷 见到一下出现这么多鲜血丧尸 孙格也立刻道 是精英怪 才而保护好小姐和那个小子 小贾 和我一起顶上去 别被这些烂肉突破了前排 说着两人就朝丧尸堆冲了过去 骑士在前 战士在后 两人的配合堪称默契 小贾挡住攻击的同时 孙格也蓄力起大招 满月斩发动 孙格直接就朝最近的一只鲜血丧尸劈了过去 小贾也是紧随其后 突刺发动瞬间就贯穿了眼前的鲜血丧尸 不过在攻击命中之时两人也发现了一样 贯穿丧尸的武器根本没法达出来 定睛看去 鲜血丧尸的肉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而新生的组织更是直接包裹了他们的武器 眼见计谋得逞 丧尸们也是立马释放了尸毒 见到如此场景我也按照不好 尸毒需要牧师的清晰术才能解除 秦秋作为圣光法师可帮不了他 眼见自己的手臂即将被丧尸心掌出的组织吞没 小贾也向孙格发出了求助 眼见小弟受伤 孙格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一把松开武器 静止就朝小贾的方向冲了过去 一把推开小贾的同时 孙格也吩咐道 彩儿 来前排替我抵挡丧尸 不等彩儿出声 一道男生突然想起 不用麻烦他 让我来 没错 说此话的正是身为御龙师的我 说着我就拿着墨龙灵剑朝尸群走了过去 见到一个刚觉醒没多久的学生走向丧尸 反应过来的孙格伸手就想将我拉回来 臭小子 你疯了吗 快往后退 完全没有理会 手握龙灵剑的我突然眼神一狠 直接就对眼前的鲜血丧尸发动了龙牙击 力量和其恐怖 只是瞬间 眼前的丧尸就被我劈成了两半 一转刀头我直接就在丧尸群中杀了起来 而见到我这副样子 场中的四人全部被震惊在了原地 二十八级的孙格更是止不住的留下了冷汗 见他这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我也拿起他的武器递了过去 别怂了 我们还得继续前进呢 御龙职业恐怖如斯 我只是微微出手 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数只精英级的丧尸 而看着我一脸淡然自若的表情 一把接过大剑的孙格也不由地询问起我 你到底多少级 刚转职的学生绝对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攻击力 文言 解除龙化的同时我也解释道 我是个十四级的学生 这一点我可没必要骗你们 为了大考试练才来山市平原的 听到我和孙格的对话 一旁再给小假治疗的秦秋也暗想到 大考试练 原来是和我同届的学生 不过十四级的他居然比二十八级的格数攻击更高 这真只是一个普通学生吗 就在他这样想得的同时 一只漏网的鲜血丧尸 突然就从他身旁的泥土中窜了出来 前行者已敏捷著称 在发现丧尸的瞬间 彩儿就已经拿着武器来到了秦秋的身旁 小姐 小心 不等彩儿攻击 我的身形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见此 彩儿也是一愣 下一刻 在众人呆落目击的表情中 我直接一箭洞穿了袭击的鲜血丧尸 拔出丧尸胸口的墨龙铃剑 我也叮嘱起众人 村庄里的丧尸等级只会越来越高 前排的空缺 我来补位 各位没什么意见吧 对此全员无言 而为首的秦秋却是爽快答应 那就拜托你了 同学 你和格叔在前排带队 我来照顾小甲哥 彩儿姐负责殿后 历尽守卫应该就在村庄里 听到秦秋的安排我也是欣然接受 不过以后叫我陆凡就好 好了好了 既然安排好了我们就继续深入吧 说着我就扭头朝哀痛村的内部走去 一把扶起被尸毒折磨的小甲 秦秋也在脑中怀疑起我的身份 难道他就是江海市中最近流传的那个人 陆凡 传言中最近出现的隐藏职业御龙师 不过结合刚刚的实力应该不可能啊 如果真的是他 御龙师不应该是最弱职业吗 倒着疑惑 我们一行也是一路披荆斩棘 来到了机缘秘境哀痛村内 看着身后愈加虚弱的小甲 我也按叫麻烦 秦秋的职业无法解除尸毒 曾经死在这里 还有可能变成丧尸 一路殿后 才而也发现了事情不对劲 村子里没有秘境守卫的痕迹 这到底怎么回事 就在众人抵抗丧尸寻找秘境的守卫时 一处突兀的房屋残骸也是吸引了小甲的注意 见此身患失毒的小甲也艰难提醒到 孙大哥 小心你的身后 说着他就重重的砸在了地上 听到小甲的话 孙格也是立马撤了回来 也就在此时 房屋残骸中突然散发出一抹诡异的红光 距离最近的秦秋和孙格也是立马反应过来 习习朝身后看去 目光所及之处正有一只体型巨大的丧尸 铁肤丧尸 等级 二十级 经验值 3720点 材料 金属废料 四十龙臂 尸毒 任何攻击都将传染尸毒 令目标持续损失生命的同时治疗自己 融合吸收 吸收目标与自身融合 增加自身最大生命值 钢铁皮肤 进入铁肤状态 提升40%防御与耐力 机缘秘境 一种奖励远超普通秘境的神秘秘境 经过一路披荆斩棘 我们也是成功杀到了哀痛村的内部 而眼前这只由无数丧尸融合的金属怪物 正是此秘境的守卫 而看着这铁肤丧尸一直盯着倒地的小甲 我也暗交不好 小甲的尸毒已经严重到可以唤醒铁肤丧尸 对此我也急忙提醒起众人 大家抓紧时间击败他 他很有可能要融合吸收小甲 文言 孙格也是不慢 直接就对眼前的铁肤丧尸发动了战士技能满月斩 28级的权力一击 可是砍在铁肤丧尸的身上 却没能造成半点伤害 眼见铁肤丧尸还在步步逼近 我也不敢懈怠 急忙朝孙格的方向赶去 如果尸毒会一直吸引铁肤丧尸 那就没时间让他们慢慢攻击了 刚这么想着我就对铁肤丧尸的一处头颅扎了过去 融化伤害何其之高 只是瞬间就洞穿了这颗头颅 察觉有人能伤害到自己 铁肤丧尸也是不慢 直接就发动了钢铁皮肤技能 提升40%防御和耐力 本就刀枪不入的他更加难以伤害 眼见再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事 我也发动了墨龙灵剑的砖水技能龙血砍化 与此同时 铁肤丧尸直接无视众人 静止就朝倒地不起的小甲冲了过去 融合吸收 吸收目标与自身融合 增加自身最大生命值 见此我也急忙遵復其众人 行秋 用神圣系法术配合我 格书和彩儿保护小甲 说话的同时 我手中的墨龙灵剑也逐渐龙力化 而我的手臂也在这时化为了龙掌 听到我的话 秦秋也是立马发动了自己的圣光星雨 幻化完成的我也是紧随其后 龙掌 幻化手臂为龙掌 威力取决于黑龙 本就克制丧尸的神圣技能 再加小叶力量的一技龙掌 只是瞬间 铁肤丧尸就被我和秦秋给拦了下来 带到圣光星雨的攻击特效完全消失 铁肤丧尸的半个躯体直接脱落在地 而附着在他体表的丧尸也在这时开始解体 见此孙格也分析道 看来这个铁肤丧尸是一套不断融合吸收才变得巨大 文听此言我也毛色顿开 那就是说 他的本体肯定是被包裹在其中的 现在的他还没有死 见到我的反应和对铁肤丧尸造成的伤害 孙格也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在秦家这么多年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高手 这小子绝对是隐藏职业 就在他这么想着的同时 附着在铁肤丧尸体表的外壳已经破碎殆尽 而头部的位置中 铁肤丧尸的本体也是暴露了出来 我的血肉 我要杀了你们 不等这家伙继续说下去 我直接就朝本体的方向冲了过去 大言不惭 肮脏的东西 给我跪下 说着我就一掌轰向了铁肤丧尸的脑袋 没了外部钢铁与丧尸的保护 现在的铁肤丧尸根本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只是一击就融化在了龙爪附着的龙焰之下 龙血凯化解除 铁肤丧尸也倒在了恐怖的龙焰之下 龙族生物何其恐怖 只是龙化一只手掌 我就连跨树级击杀了一只秘境中的boss 而看着秘境守卫就这样死在了龙爪之下 下方观战的众人几乎是同时张大了嘴巴 秘境守卫就这么被打倒了 完全就是单刷呀 而看到我接连展现出的实力 秦秋也猜测起我的绅士 从来没见过的强力技能 轻而易举的干掉了二十级的boss 陆凡真的如传闻般是觉醒了最弱职业的人吗 将这些话藏在心里 在击败铁肤丧尸后也是凭空出现了一个宝箱 而看着宝箱出现 为首的秦秋也是走了过去 陆同学 我们会遵守约定按照规矩来分配 之前大家并不熟悉 有些轻视你 是我们唐突了 还请你见谅 听到小姐的话 距离我最近的孙格也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小子绝对有能力单通这个秘境 现在倒是我们像是来凑数的了 也就在此时 秦秋也打开了铁肤丧尸的宝箱 而我们众人也停止了对话 一脸期待的看着宝箱的内部 力量药剂 消耗品 效果 使用后增加两点力量 解毒药剂 消耗品 效果 使用后消除湿毒 哀痛护腕 力量加16 耐力加17 等级要求 10级 职业要求 5 6瓶力量药剂 4瓶解毒药剂 再加一件哀痛护腕 机缘秘境的奖励就只有这些 有点太寒酸了吧 听到孙格和彩儿的话 我也是满脸疑惑 按道理来说 20级的机缘秘境 不可能只有这种品质的奖励 就在我扫尸系统的同时 秦秋也是拿起一瓶解毒药剂 递到了孙格的手上 格书 麻烦快给小贾哥喝下 而在拜托完格书后 秦秋也拿起哀痛护腕来到我的跟前 陆同学 这是你应得的 还有这些力量药剂和解毒药剂 都收下吧 在接过护腕后我也暗想到 本以为秦家会利用家事多拿好处 奇怪 击败了boss但是却看不见传送门 这是怎么回事 也就在这时 彩儿也提议去四周找一下 不过就在众人准备散开时 发现意外的我也是急忙制止了他们 等等 先不要四处走动 这秘境有点不对 一瞅系统面板 此时的铁夫丧尸下面赫然多了一个骷髅头的标志 见此我也急忙提醒起众人 铁夫丧尸并不是最终报复 文言孙格也是立马停下了脚步 为什么这么说 难道你有什么新发现 不等我回答 秦秋也是肯定了我的说法 格书 作为圣光法师 我的确能感知到一种黑暗的存在 顺着秦秋的引导 我们也是跟着他一起来到了哀痛村的湖边 雾气笼罩 使得本就阴森的湖面显得越发诡异 也就如秦秋所说的一般 湖底正有一滩黑色的物体 其周围更是有着无数的触手 而在察觉到有人到来后 这些触手上的眼睛也完全睁开 察觉一样发生 我也提醒起众人 湖底的东西要来了 来了来了 哀痛村的最终boss他终于来了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原本平静无波的湖面上 突然窜出一条条布满眼睛的怪兽 就连系统的鉴定之眼都无法鉴别其属性 一边突起 实力最强的孙格也是挡在了众人的前面 陆凡说的没错 这应该就是最终boss 大家小心 躲到掩体后面去 在众人撤退的同时 孙格也是利用自己的身体挡下了朝众人追去的触手 不过这种情况仅仅只持续了两秒半 有着二十八级的孙格直接就被触手怪给拍飞了出去 见到如此场景 为首的秦秋也是慌了神 急忙查看起格书的情况 不过不等他上前 触手上的眼睛已经将目光齐齐地看向了他这个圣光法师 一转矛头 准备继续朝孙格杀去的怪兽突然转向 静止就朝他这个威胁最大的人抓了过去 见此秦秋也没了办法 索性就将法杖挡在了面前 闭眼等起了死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我及时出现 一把就将秦秋给抱了起来 惯性与触手怪彻底拉开的距离 见到小姐被救众人悬着的心也是成功落了下来 可是不等众人查看伤势 湖面上巨大的水声也是打断了所有人的思绪 而当我们的目光转向湖面 正有无数条恐怖的触手从湖中拔地而起 待到触手全部出现 一颗巨大且恶心的肉球也被触手们从湖底拖了起来 定睛看去 肉球的正中心正有一个被锁链捆住双手的女性丧失 哀痛愿失 等级 25级 首领难度 困难级别 力量271 敏捷183 精神150 耐力266 湿气缠绕 哀痛愿失无时无刻散播着湿气 秘境中所有生物均降低20%全属性 锁链鞭挞 抽动尘狐的锁链鞭挞目标 造成大量伤害 怨念爆发 爆发积攒的怨念 正退所有靠近的敌人并附带尸毒 不化之愿 受到火系和神圣系攻击时 降低30%受到的伤害及持续效果 见到真正的爆出现 众人也被眼前这巨大的怪物给震惊住 虽之不敌 孙格也没有放弃 嘱咐道 小甲 到我身后来 我来拖住他 对此刚刚才服下解毒药剂没多久的小甲也坚持到 我还能战斗 我也来格挡 闻言孙格也怒道 身体刚恢复就不要逞强 不等几人继续说下去 怪手直接就朝孙格的方向拍了过来 长剑横握 孙格也是将攻击结结实实地拦了下来 我来拦住他 陆凡攻击就拜托你了 哀痛院师 一种怨念凝结而成的丧尸 而此次机缘秘境真正的boss 正是一直沉睡在湖底的他 为保我有足够的输出空间 小甲和格书也是站到了最前方 为我抵挡起怪手的攻击 甚至两人都是在硬撑 现在也只能靠我来解决boss 这哀痛院师仍是丧尸 既然是丧尸就好办 干掉他的本体一切就应该结束了 不过就在我这么想着的同时 哀痛院师的本体突然张开嘴巴 一道恐怖的声波以他为中心散发 而范围内的我们全部受到了负面棒 湿气缠绕 哀痛院师无时无刻散播着湿气 秘境中所有生物均降低20%全属性 也就在他释放攻击的同时 一跃躲开怪手的攻击 我顺着捆绑哀痛院师双手的锁链 就朝他的本体冲了过去 见此一幕 哀痛院师也是一愣 急忙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我的身上 眼见哀痛院师注意到了我 一旁的晴秋也是赶忙提醒 陆同学 小心铁锁 哀痛院师发现你了 终归还是晚了一步 就在我即将抵达他的本体之时 哀痛院师突然就发动了锁链鞭挡 而此时的我也没了着力点 静止从空中掉了下来 眼见我没了威胁 哀痛院师也转头朝孙格一行的方向 发出了阵阵惨嚎 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在众人艰难抵抗怪手的同时 两条锁链突然就朝人群拍了过去 尽管到了此刻众人也没有选择放弃 恢复了些许实力的小甲 更是站到了台前 拿起盾牌就朝锁链拧了上去 冲撞与锁链的碰撞 盾牌也在这时出现了丝丝裂纹 彩儿也是紧随其后 拿起手中的弩剑就朝空中射了过去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不断下落的我也是遭到了怪手的袭击 而彩儿的目标正是一直追着我不放的怪手 利剑划过静直就射入了怪手的掌心 见此一幕 准备奋起反击的我也是一愣 反应过来我也是急忙朝身后的人群看去 再这样硬扛下去 他们会死的 放眼望去 抵挡锁链全部伤害的小甲也已经负伤了 盾牌也在之前的碰撞中破碎 现在整个前排的防御都已经交给了孙哥 见此我也不敢懈怠 一把抓住锁链的同时 猛的就朝下方的人群冲了过去 都闪开 龙牙击发动 仅是瞬间就砍断了数只怪手 感觉到自己受到伤害 哀痛院师也发了狂 再次发动了锁链铁挞 而这次的攻击只对我一人 见此我也不敢怠慢 一直躲避的同时 我也使用了墨龙灵剑的技能龙血砍化 待到化形完成我也没了顾忌 直接就发动了小黑龙全部实力的一技龙爪 龙爪挥舞 锁集之术所有的锁链都被锋利的龙爪撕成了碎块 待到技能持续结束 对我们威胁最大的锁链 也在龙爪的攻击下彻底变为了一块块废体 见到就算是我也拿这只哀痛院师没办法 孙哥也提议道 小兄弟 这只BOSS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暂时撤退吧 文言勤秋也赞同道 陆同学 我们不是对手 再拖你后腿 我们都会遇险的 听完两人的话我也吩咐道 格叔 你和彩儿带其他人先撤到村庄中 那里的丧尸已经被肃清干净 我来断后 你们赶快撤 见到晴秋一直恋恋不舍 一旁的彩儿也嘱咐道 小姐 快走吧 现在的我们完全帮不上忙 只会影响陆同学 I痛院师 I痛村秘境的手关BOSS 军级20的小队拿他却没有半点办法 为了防止自己分神 我也让他们先行撤回了I痛村的内部 不说现在I痛院师全场减20%全属性 就算不减 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既然大家都心知肚明 那就让真正能配合我的来解决你 龙气乍现 我也将御龙师的专属召唤空间给打开来 察觉其中的危险气息 I痛院师也在这时发出了尖锐且刺耳的鸣叫 待到召唤空间完全打开 我也对着传送门中下达了指令 小叶 可以出来活动活动了 龙银响起 传送门内的小叶在听到了我的话之后 几乎是瞬间从门内冲了出来 一口咬住朝我袭来的怪手 直接就对眼前的I痛院师展开了攻击 而刚走没多远的擎秋众人 在听到龙银和地面传来的震动后 也是纷纷朝我的方向看来 目光所及之处 正有一只体型巨大的黑龙 在与无数的怪手战斗 这 这是龙 陆凡这小子召唤了巨龙 与此同时 在有了小叶的帮助后 我的压力也是逐渐变小 前排一直攻击的怪手 也在小叶的巨恶强袭下竞术被咬断 而见到逐渐逼近的小叶 I痛院师也是再次发狂 一个劲地发出刺耳的哀嚎 尝试下降小叶的全属性 对此小叶却没受到半点影响 一步一步地朝I痛院师的本体走去 见此I痛院师也发动了锁链鞭挞 不过仅是在发动的瞬间 就被小叶的龙爪劈成了一块块的碎炸 而小叶的攻击远不止此 在战斗了长达两分半后 关战的众人也是五味杂陈 打败了 就这么打败了 两下就肢解了boss 这巨龙也太可怕了吧 比起众人大开眼界的心情 秦秋更加肯定了我的身份 江海市最近传闻中的那个人真的是他 御龙是陆凡 而见到我和巨龙如此精进 一直不知道我身份的孙格也是惊讶至极 陆凡竟然可以召唤巨龙 这么说我们可以活着离开秘境了 时时没看见传送门的出现 我也看向了湖底南南道 传送门没有出现 boss还没有死 现在想离开恐怕还有点早 不等众人询问 湖面上突然浮现出一抹人影 而人影周围的水面也在这时沸腾了起来 就在众人愣神的同时 湖面上突然掀起一丈数十米高的水花 而水花的中心正是已经被打的解体的哀痛院士 见此我们所有人都做出了战斗的架势 而一直只会乱叫的哀痛院士也在这时开口说起的话 为什么 该死的明明是你们 哀痛院士第二阶段 等级25级 首领难度 困难级别升至噩梦级别 力量271升至386 敏捷183升至249 精神150升至435 耐力266升至398 哀怨冲击 释放怨恨的诅咒 低概率对目标造成疾死伤害 若未触发疾死则造成大量伤害并附加尸毒 流血 晕眩效果 深水球龙 驱使湖水形成球龙困住目标 怨恨之躯 免疫所有物理伤害 怨恨意志 爆发怨恨 唤醒匿境中所有死尸 你敢相信眼前这只哀痛院士 在遥远的三百年前还是一个美丽的女子 她出生在这里 在教会的庇护下 远离了危险的侵扰 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一场瘟疫毁了这里的一切 尸体堆积在湖边 甚至来不及安葬就又有人死去 她迫切地想拯救大家 可惜天不为人愿 当时的她却转治成了黑暗女巫 她无法治疗垂死的病患 只能召来亡魂 让生者得以告别 好景不长 曾经庇护她的教会也带着士兵找上了她 把她抓起来 她就是带来灾难的女巫 在教徒的教所下 她也被士兵用锁链困住了双手 而等待她的却是死亡 明明是她才让这些人和家人见最后一面 她也只是想拯救大家 直到被溺死的那一刻 她依旧没搞懂自己做错了什么 而在这种怨念的驱使下 她也变成了如今的哀痛怨尸 在解决掉哀痛怨尸后 哀痛怨尸也进入了第二阶段 而难度也从困难级变为了噩梦境 见此一幕 才而握住匕首的手 更是不由地颤抖了起来 Boss进阶了 这种程度的他我们绝对不是对手 就在他说着的同时 与湖水结合的哀痛怨尸也再次暴露 谁都别想逃脱 话音至此 深水球龙发动 一连四颗水球腾空而起 其目标正是站在湖边的我们 眼见攻击即将命中 小叶也是不慢 直接展开龙翼将我护在了其中 而深水球龙的控制效果 也在这时被小叶的黑龙血统抵消 比起我的情况 彩儿的情况就差很多 水球在接触地面之时 瞬间就变为了一道道水流 将彩儿牢牢的困在了其中 见此 孙格也是第一时间拿起大剑 披向了水流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哀痛怨尸的怨恨之躯 免疫一切物理伤害 现在的他根本没办法打破水流 见此彩儿也放弃了 完了根本破坏不了水流 小姐 对不起 文言 秦秋也是贪软在地 不 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是我执意要来这个秘境 是我害大家被困在这里 就在他打算继续说下去时 我突然打断了他 都到这一步了 你们这难道是打算要放弃 文言秦秋也解释道 只有我会魔法攻击 但以我的这点伤害 就连现在困住彩儿的囚龙 都无法破坏 比起秦秋的单纯 孙格立马就理会了 我话中的意思 BOSS免疫所有物理伤害 眼下的情况 我们自身都难保 陆凡 该不是你还会魔法攻击吧 也就在此时 哀痛怨尸的攻击 一次接一次的 朝我的方向打来 可是在小叶的庇护下 攻击没能对我 造成任何的负面效果 所有的效果 全被小叶的黑龙血统 给抵消掉了 而在自我恢复能力 提升500%的情况下 哀痛怨尸打的伤害 还没有小叶恢复得快 同时我也回复起 身后观战的秦秋众人 我不会魔法攻击 但是 我帝龙宠慧 文言众人也是向我 投来了疑惑的目光 御龙尸虽然是隐藏职业 可是你与BOSS的等级 相差也太多了吧 对此我却是淡然一笑 不用担心 龙的属性 哀怨冲击跟不要钱一样 朝我的方向射来 可是在小叶那几乎变态的 黑龙血统下 依旧没能对我造成半点伤害 索然无味 我也在此时发动了 御龙师的技能龙之谷 自己和龙宠全属性提高30% 小叶的数值一跃 来到了一个恐怖的状态 小叶 等级9级 力量968升至1258 敏捷767升至997 精神959升至1246 耐力976升至1268 有了恐怖的属性加成 我也让小叶发动了 熔岩烈焰技能 技能仅是触碰到 哀痛怨尸的瞬间 笼罩在哀痛怨尸周围的湖水 就尽数被蒸发 伴随着凄厉的呲吼 哀痛怨尸也被淹没在了 龙焰之下 悲龙血统 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 50%免疫所有减益效果 自我恢复能力提升500% 四维数的属性面板 小叶仅是一击熔岩烈焰 就解决了第二阶段的 哀痛怨尸 而见到此目 观战的几人 也是被这恐怖的龙虫 给震惊住 完全是以碾压的姿态获胜 这场面堪比天灾 而在烈焰的炙烤中 哀痛怨尸的躯体 也逐渐破碎 于死网破之际 哀痛怨尸也发动了 最后的余热 怨恨意志 爆发怨念 唤醒秘境中所有死尸 在开启最后的技能后 哀痛怨尸也被烈焰彻底吞没 带到哀痛怨尸的身形 完全消失 一个金色的宝箱 也出现在了他的下方 而经过这一站 小叶的等级也来到了十级 我的等级也提升到了十五级 随着Boss的消失 传送门也是出现在了地图中 不过哀痛怨尸 最后掀起的烟雾 也是笼罩了整个哀痛村 不等众人休息 烟雾也起到了他该有的作用 村内的尸体全部复活 尽数就朝我们的方向 扭了过来 不等众人战斗 幻化为人形的小叶 静直就朝狮群的方向 冲了过去 熔岩烈焰发动 狮群瞬间就化为了一道火海 见到和巨龙同样的技能 孙格也是怀疑起了人生 他难道就是那条巨龙 为什么可以幻化为人形 比起孙格的震惊 秦秋更是五味杂陈 我们之前奋力砍杀的丧尸 他居然这么轻易就解决了 就在他们目视着小叶单挑尸海时 我也解释到 他就是黑龙小叶 小叶对付这些喽啰就像玩闹一样 说着我就扭头走向了宝箱 秦同学 Boss已经解决了 不必再这么紧张 分配奖励后我们可以准备离开了 依照规矩我先来挑选 没有意见吧 文言 秦秋也是凑了过来 不 我们怎么会有意见 在征求了众人同意后 我也是第一时间打开了宝箱 圣光全杖 精良品质 等级要求十级 精神加三十二 耐力加十九 圣光封印 令使用者驱使光芒束缚目标 束缚时长取决于自身精神属性 活目 精良品质 等级要求十级 精神加三十五 耐力加十五 流光 令使用者驱使光芒 制造一个保护自己的屏障 屏障可吸收的伤害量 取决于自身精神属性 哀痛戒指 稀有品质 等级要求 十五级 精神加五十七 耐力加二十一 力量加十二 哀痛光环 可指定任意目标 获得哀痛光环 携带光环者释放任何攻击 都将附加怨气质 怨气质累计满时 将会使攻击目标附加失毒 流血 晕眩的负面效果 转值卷轴 稀有品质 消耗品 效果 引导非隐藏职业 以低概率转值为 当前职业的尚未隐藏职业 一扫所有奖励 我也选择了性价比 最低的转值卷轴 见到我选择这个 对自己毫无作用的卷轴 晴秋也惊讶到 陆同学 你不用刻意让着我们 毕竟按照规矩来说 这些都是你的 文言我也解释到 我也不是在装绅士 毕竟精神属性的装备 更适合你 但这转值卷轴 我很需要 听我说完 晴秋立马就跑到了宝箱面前 要不是遇见了你 大家可能都会死在这里 至少请你收下这个 说着他就将另一件 稀有品质的哀痛戒指 递到了我的跟前 白颂不要大逆不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着我也满脸笑容地 接过了戒指 见到我毫无贪念 晴秋也在这时正式起舞 暗想到 陆凡 你还有什么没展示出来的呢 还真是让人猜不透啊 随着哀痛院师被打败 我的外出历练之行 也接近了尾声 而在和晴秋众人告别后 我也是在当天的傍晚 赶回了家中 听到我说起一路上的遭遇 小姨也是吓得不轻 这太危险了 光是听你讲都感到后怕 这几天你居然遇到了 这么多危险 说着小姨更是 不自觉地哭了起来 你一声不吭地就走了 我这几天都没合眼 我好怕现在是做梦 我怕梦醒了 你还没有回来 知道小姨的心情 我也向小姨道起了钱 对不起 没有和你商量 就擅自去了城外 你放心 以后再也不会让你担心了 说着我也擦了擦小姨眼角的泪水 画面一转 韩柯也将手放在了小叶的头上 还有你 小叶 刚见到你时吓了我一条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居然是强大无比的巨龙 感受到小姨散发的善意 小叶的尾巴也在这时 刷刷刷地拍起了地板 见小叶这副样子 韩柯也凑到了小叶的身前 这几天肯定没吃饱过吧 饿不饿 小姨给你做饭吃 听到韩柯所说 小叶也是蒙点了几次头 而在高兴之余 我也拿出了之前 从宝箱中获得的转职卷者 小姨 这是我专门挑选的副本奖励 为你准备的 如果你转职成了隐藏职业 就不要一直守着这家包子破 见到我拿出这个小姨也推辞吧 小凡 这太贵重了 我可不能用 我们干脆把它卖了吧 你刚说你把武器装备 留给了秦家大小姐 卖了这卷轴给你买两件装备 这样大考试炼 使你的成绩能更好一些 对此我却是姗姗一笑 直接就拿出了银行的转账记录 小姨 我不缺钱或者是装备的 龙国江海银行 账户名 陆帆 入账金额 289463 账户储值 289702 见此小姨也是满脸震惊 这么多钱 小凡你是哪里来的 对此我也解释到 我把这一趟收集的很多材料都卖了 一起的秦秋同学还答应了10万的报酬 小姨相信我 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为钱发愁了 说着我就将转质卷轴再次递了过去 收下吧 最好是现在就用了 没了估计小姨也是接过了转质卷轴 好 小姨现在就用 转质卷轴发动 整个房间中顿时被转质的光芒所覆盖 随着转质卷轴的消失 本就风韵有存的小姨 在光芒的照射下更加的文明 待到转质卷轴完全消失 我也询问其小姨成功了没有 此时转质完成的寒科也清晰的感受到了职业的变化 成功了 我成为了厨师尚未的隐藏职业附魔烹饪师 我有个附魔烹饪的技能 可以做出有各种各样加成的食物 就在我和小姨分析这附魔烹饪师的效果时 小姨也已经在楼下的包子铺中 吃饱喝足躺在地上呼呼大睡了起来 干斗职业 每个龙国人都想拥有的职业 而作为最强的隐藏御龙师 短短数天时间我就好揽28万龙饼 而在结束了秘境之行后 秦秋也向自己的父亲说明了这路上遇到的一切 听到女儿的话 秦山海也是疑惑至极 你是说 这个名叫陆凡的御龙师 召唤了一条强大的黑龙救了大家 对此秦秋也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是的 都是我的任性让大家差点丧命 陆凡他太强了 都是隐藏职业 但是我和他就像萤火与月亮的差距 文言秦山海也放了黄手中的红酒杯询问道 龙的事情 你没有和其他人说过吧 听到父亲这么问 秦秋也是一愣 没有 回来的时候和陆凡有过约定 龙的事情绝对不会从秦家出去 听到女儿这么说 秦山海也是扭过了看向窗外的头 你做得很好 一旦这是透露出去 那些对龙的力量垂涎欲低的人 能有几个会保持冷静 听到父亲的话 秦秋也是从沙发上猛地站了起来 爸 他救过大家的命 你不会对他的龙有什么想法吧 见女儿胳膊肘往外拐 秦山海也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你觉得我是这种人吗 倒是你 准备怎么答谢陆凡的救命之恩呢 听到父亲的话 秦秋也说道 我在邀请他加入小队室 答应了一笔十万的绸牢 听女儿这么说 秦山海这个做父亲的也是长叹了一口气 哎 这样吧 明天你带一张紫金卡 亲自登门道谢 见父亲这样 秦秋也询问道 啊 你那么好奇陆凡 不和我一起去吗 对此秦山海也为难道 如果可以的话 我肯定想去见见这个御龙师的 不过 明早我有安排了 太奇国的小公主 要来龙国留学 就在我们的江海市 生意上常有往来 还是要迎接一下 不好推脱的 次日清晨 一个身穿洛丽塔 手握黑色法杖的女孩 和一个身穿黑色仲凯 手握长枪的男人 突然来到了江海市 没有立即赶往市区 小女孩也顺着男人的指引 来到了老城包子铺的店门前 按响门铃 门内正在忙碌的韩柯 也是急忙放下手中的工作 来到了门前 要买包子吗 不好意思今天休息 见到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包子铺 小女孩也不确定地 询问起身后的黑甲男 真是这里 你不会是带我来到了垃圾场吧 听到公主的话 黑甲男也解释道 属下不敢 据调查 的确是这里没错 见到两人自说自话 韩柯也是从门中走了出来 可是不等他询问 黑甲男直接一把推开了韩柯 内心毫无波澜 小女孩也询问起倒地的韩柯 本公主是来找人的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陆凡的御龙师 听到楼下的动静 我也是从楼梯中伸出了头来 有人找我 在看见满地的包子 和刚刚从地上爬起的小姨后 我也是飞快地从楼上跑下来 而出身高贵的小公主 在进入包子铺后 也泛起了自己的傲娇 满是令人作偶的气味 完全没有理会她 我静止就来到了韩柯的面前 询问起她的伤势 见到我的到来后 小公主也询问起我 你就是陆凡 本公主赏光 专程来找你一趟 听到这家伙的话 我也是扭过了头 公主 找我 你们是谁 听到我的询问黑甲男 也介绍起自己身旁的公主 这位是泰奇国公主金珠 我是公主的随从崔红泰 带到崔红泰介绍完 金珠也是直奔主题 本公主来找你是给你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听到她这么说 我也是一脸纳闷 出人头地 见我满脸疑惑 金珠也自说自话起来 没错 成为御龙师心里一定不好受吧 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 他就是你的 说着崔红泰就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箱子 而箱子的正中心赫然摆着一颗龙蛋 第二次见到龙蛋 我的心中也充满了震惊 而见到我的表情 小公主金珠更加觉得事情好办了 开口道 怎么样 惊讶吧 条件很简单 我要你成为我金珠的奴仆 我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不得违抗 眼前这位身穿洛丽塔的公主 不远万里来流血 竟随身携带一颗龙蛋 而这颗龙蛋却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只需要我成为她金珠的奴仆 这颗龙蛋就归我了 而见我满脸惊讶 金珠也向我说起了龙蛋的来历 这是本公主在甲龙巢穴中获得的奖励 正是这世上唯一的一颗龙蛋 完全没有理会小公主说什么 我直接就对眼前的龙蛋发动了鉴定之眼 见我久久不出声 金珠也一脸自信的扭过头来 说不出话了 没见识的家伙 看到这么强大的龙 被吓到也是应该的 甲龙蛋 等级 B级 力量72 敏捷67 精神35 耐力133 肩甲 甲龙天生富有坚硬外壳 受到的任何属性伤害均降低10% 横扫 挥动巨尾对扇形范围内的目标造成伤害 看完系统的概括 我也被这低的可怜的属性给震惊住 这是比亚龙肿还低级的地龙肿 这甲龙也就耐力还能看 还有你管这玩意儿叫龙 心里妈卖p 脸上笑嘻嘻 我也委婉起来 对 属性是挺不错的 没有继续和金珠对话 我转头就安慰其小姨 别担心小姨 我去打发他们 见我毫无波澜 金珠也是满脸猛逼 这人真的知道他看见的是什么东西了 居然不懂龙蛋对御龙师意味着什么 刚这么想着他就跟我解释起龙蛋的重要性 一个御龙师 没有龙那就是废物 没错吧 只要成为我的奴仆 就能成为历史都没有记载过的最强职业 是不是想想都觉得兴奋呢 对此我也满脸红小孩的表情 是挺兴奋的 但是我拒绝 文婷此言小公主直接当场是画在了原地 在硬控长达两秒半后 小公主也怒了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是在拒绝成为我的奴仆 拒绝成为书写历史的御龙师 见这小女孩依旧骨脚蛮缠 我也露出了阵笼 你们来找我如果就是为了这件事的话 那就请回吧 龙蛋 我没兴趣 成为你的奴仆开什么玩笑 见我这副嘴脸 一旁的狗腿子崔红太也目 立合道 公主亲自给你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 你竟敢对公主出言不逊 不识抬举的家伙 面对这家伙的话 我更是满脸不屑 机会 抬举 别逗了 我不会做任何人的奴仆 眼见我犹言不尽 从小被宠到大的小公主 也拿出了自己的架子 崔红太 给我狠狠地教训她 听到主子发话 崔红太也是摩拳擦掌走上前来 见到马上就要打架了 韩柯也是立马挡在了我们两人之间 二位请等等 先别动摸 小凡的确不想这样 要不这件事就算了吧 不等韩柯继续说下去 崔红太一拳就砸在了她的脸上 公主有令 闪开 被战斗职业的一拳命中 韩柯瞬间就被打倒在地 见此我也是急忙扶住了小姨 而硬是一拳的韩柯 也在这时捂住了受伤的脸 没事 小凡 我没事 与此同时崔红太也走向了我们 区区平民还敢捂逆高贵的太气国公主 软得不吃 那就来硬的 说着崔红太就朝我的方向挥出了拳头 早就察觉身后的危险 在嘱托小姨不要着急起身后 一股龙气突然从我四周蔓延开来 根本不给崔红太近身的机会 龙气瞬间划过他的脸旁 并留下了一道血痕 而正准备继续动手的崔红太 也在这时被一把龙龄剑抵住了鼻子 对我的家人动手 我会杀了你 听到我的话 地上的韩柯也是急忙阻止起我 而见到崔红太退了回来 一旁的金珠也催促起他 你干什么 我是要你狠狠地教训他 一笔之道还之笔深 中华传统良好美德 面对太气国两人的虎脚蛮缠 我也是展露出了自己真正的实力 为了给小姨抱一拳之仇 我也将目光投向了一旁 只是崔红太的金珠 还有你 我不管你是哪活的公主 闭上你锅躁的嘴 带上你的垃圾 离开这里 说着我就一巴掌抽在了小公主的脸上 十四级欲龙尸的力气和气之大 小公主直接被一巴掌给掀翻了过去 见到我对主子下手 一旁的崔红太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举起长枪就朝我的后背扎了过来 你这个下等人敢对公主动手 不等这家伙继续说下去 一把抽出龙龄剑 眼见自己也不是对手 崔红太也是急忙来到了岛地的金珠面前 公主 您没事吧 不等这家伙继续问下去 岛地的金珠突然一巴掌抽在了崔红太的脸上 你这个废物 你看他我像没事的样子吗 说的激动 小公主的面容更是争鸣无比 你去给我杀了他 就算再也找不到御龙师 我也要他死 就在两人对话的同时 我也拿出龙龄剑做出了战斗的架势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正在床上呼呼大睡的小叶 也是被我的手机铃声给吵醒 久久没人接通 拨来电话的晴秋也是满脸纳闷 奇怪 没有人接 一起回城时交换的号码 难道是我记错了 就在他这样想得的同时 旁边的墙壁突然坍塌 而正准备询问路人的他也是吓了一跳 待到烟尘散去 动静也是吸引了不少周围的居民与路人 而引起墙壁倒塌的崔红太在足足滑出数米后 才险些稳住身形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有外国人闹事 见到周围围满的人 崔红太也感到了深深的无力 公主 这家伙属性不低 属下无能 见此小公主的脸庞更加争议 废物 居然被一个龙国人打成这样 那就让本公主来帮帮你 说着小公主就手握法杖开始了技能施法前的吟唱 一道道阴森的灵力自小公主的周身四散开来 而见到此幕我也猜测起小女孩的职业 这法术就像秦秋的极端反面 看来这家伙也是个隐藏职业 说曹操刘备道 手握圣光法杖的秦秋也是穿过人群来到了我的跟前 陆凡 这是怎么了 就在我疑惑他怎么会来到这时 身后的崔红太突然发出了凄厉的嘶吼 当我们齐齐朝他看去时 金珠周围散发的灵力突然就朝崔红太的身上扭了过去 一股压力扑面而来 我也在时感受到了崔红太身上的气息有着明显变强 崔红太 三十级 战斗职业 守护骑士 金珠 十五级 隐藏战斗职业 凌巫师 有了金珠凌巫师的加持 崔红太的实力也是水掌船高 不过这也使得崔红太变为了怪物 而见到崔红太的目标是我 秦秋也是站到了我的身前 陆凡我来帮你 见到这副场景我也是一惊 在我惊讶之余 崔红太也向我发起了攻击 一把拽开秦秋的同时我也嘱咐道 别过来 去店里帮我照顾晓 显而又显得躲开崔红太的攻击 我也按照不好 这怪物的攻击力变得好高 看来得使用龙之鼓舞配合龙爪 才能以致对抗 见到我吃饼 金珠也大喊痛快 对 就这样 把他杀了本小姐才解气 听到公主这么说 崔红太也是拔出了插在地底的长枪 我承认你确实很强 可是有了公主的增幅 你必死 话说一半一声玻璃破碎的响声 突然打断了一切 当众人朝头顶看去时 一位黑丝马尾变的少女突然从天而降 而见到有人欺负主人 小叶也在这时充满了怒火 皮肤上也渐渐出现了龙民的图案 见此小公主脸上也充满了震惊 这感觉 这难道是 真正的龙 刚这么想着 一只巨大的黑龙突然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 而我也在这时但笑了起来 该轮到我来解气了 来了来了 小叶的救场他终于来了 面对小叶真实形态 金珠与崔红太二人也是吓得不轻 没有丝毫手软 黑龙形态的小叶静直就朝两人的方向冲了过去 三十集二转的崔红太 仅是在接触的瞬间 直接就被小叶一记龙爪拍翻在地 口中鲜血狂喷 始作俑者金珠更是被这恐怖的余波轰飞数米之远 公主 救我 见到崔红太如此狼狈 倒地的金珠也是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一击就打败了崔红太 这怎么可能啊 不过 缓过来的他也是艰难爬起身子再次拿起了法杖 坚持住 你个废物 编骂的同时他也发动了灵巫师的技能 可技能才刚刚蓄力 一声龙吼突然打断了他 唤醒的崔红太也开始了挣扎 放开我 你这只蠢龙 恭敬不如从命 小叶抬起爪子就将崔红太一把扔了出去 力道和其之大 崔红太直接就体验了一次贴地飞行的感觉 带到身体完全停下 崔红太也艰难的爬到了金珠的身前 公 公主 对不起 见到三十级二转守护骑士的打成这副样子 金珠也开始慌了 这力量一定是巨龙 除了我们金家 居然有其他的龙存在 不等这家伙继续想下去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金珠公主 你在想什么呢 你不是要杀了我解气吗 来呀 剑倒是我的到来 金珠直接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说话的声音也不由地颤抖了起来 你别过来 离我远点 你们袭击了我的侍从 把他打成了重伤 还羞辱我 威胁我 你知道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吗 你就是太齐国的公敌 恶人先告状就算了 到了此刻 还在拿那不知一提的背景做盾牌 对此我也是呵呵一笑 握紧了龙铃剑就朝金珠的方向走了过去 金珠公主 你是在恐吓我吗 见我满脸杀气 金珠也慌了 你想干什么 察觉我内心的愤怒 小叶也是十分佩合 直接蓄力起自己的熔岩烈焰 而我也在这时举起了龙铃剑 别说你是什么太齐国公主 就算你是神明 我也要加倍奉还 既能蓄事待发 也就在此时 一道洪亮的声音突然自空中响起 陆凡 快住手 来人正是秦山海 此时的他身旗事旧 正以极快的速度朝我们的方向赶来 见到是自己的父亲 秦秋也是急忙提醒 啊 危险 小心 小叶不要啊 听到未来女主人的话 小叶依旧不停 而此时的秦山海正骑着施救 挡在小叶的正前方 祸不及他人 我也在此时一刀砍断了金珠的法杖 并收回了龙铃剑 小叶停下巴 听到主人的话 小叶也将口中正在汇聚的火焰 给一口吞了下去 挡在小叶正前方的秦山海 也捡回了一条命 在跳下施救后 秦山海也嘱咐起我 周围还有不少的居民 陆凡你快把巨龙收回去吧 而站在小叶的正前方 施救和秦山海同时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压力 这就是真正的龙 果然不同于亚主 光是靠近都能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见我无动于衷 秦秋也来到了我的跟前 陆凡 按我爸说的半码 请相信我们 未来老婆开口哪有不满足的道理 在呼喊了一句小叶后 小叶也是回归了人形态 一把拉住我 秦秋也将我拉离了战斗的正中心 而秦山海也在这时 来到了瑟瑟发抖的金珠身前 金公主 您还好吧 我刚去机场接您了 没想到您在这里 秦家的司机马上就来 先接你们去医院吧 年纪不大脾气大 面对太气国公主的虎脚蛮缠 我也第一次在世人面前 暴露了自己御龙师的实力 在秦秋将我拉走后 秦秋也向我说起了 昨晚和父亲谈论的事情 听完秦秋的话 小姨也不安地抓住了我的肩膀 秦秋说她的父亲 可能认识这位公主 或许有办法解决冲突 听到小姨的话 我也拿不准主意 我有种预感 这家伙肯定不会就此罢休 就在我们谈论的同时 处理完金珠后的秦山海 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跟前 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都了解了 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个烂摊子 可真有你的呀 陆凡 对此我也是一脸善善 对不起 秦先生给你添麻烦了 不过这件事可怪不得我 见到秦山海的到来 小姨一脸忐忑 秦先生 小凡今天这事 最后会怎么处理啊 闻言秦山海 也是不紧不慢地 拿出了一支香烟 金公主和崔先生 我已经派人送去医院了 我们终归需要给金家一个交代 这金家不仅涉足商业 在太气国高层 也有不小的话语权 听到秦山海所说 小姨也慌了 对方来头这么大 又确实被小凡打了 我怕小凡会因此受到惩罚 听到这儿我也打断道 就算他有天大的权力又如何 我可不会因为一颗龙蛋 出卖了尊严 好样的 我很欣赏 你们不用太担心 我有办法让陆凡全身而退 但是光靠我是办不成的 所以我有个条件 闻言我们所有人 都对秦山海投去了希望的目光 什么条件 听到我的询问 秦山海也不继续卖关子 直言道 在大考试炼中拿到南省状元 而在这期间 我会尽量帮你拖延金公主 直到你参加完大考试炼 听到父亲的话 秦秋也补充道 陆凡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整个南省的优等生数不胜数 南省状元的争夺 必定不满经济 闻言秦山海也继续道 但是只有你超过他们拿到状元 我才能帮得了你 听到两者的话 我也正式起秦山海 我明白了 我接受这个条件 与此同时 江海市的某一处医院中 整个楼道都充斥着金珠的抱怨 禁止喧哗显得是如此的无力 那个叫陆凡的还没抓起来 秦山海分明在偏袒陆凡 闻言电话另一头的下属也回答道 公主息怒 我们马上联系龙国高层 必要让他们解决这个陆凡 听到太齐国的回复金珠的脸上 也是更加争鸣 最好如此 给那个家伙施压 就说是我说的 那个叫陆凡的 我要让他死 四日中午 大考试炼如期举行 历练了一个月的学生们 也重新聚集在了学校之中 而就在学生们讨论着 这一个月生了多少基石 一道身影突然吸引了 他们全部人的目光 随之而来的就是嘲笑与阴阳怪气 那个就是陆凡吧 我还以为他回家卖包子去了呢 尖子声转直成废物 没愿笑要他 还来参加试炼干什么呀 对此我却是一脸淡漠 这令人怀念的闲言碎语 现在我可懒得和你们这群 井底之蛙一般见识 时间飞逝 校长也开始了此次大考试炼 同学们请安静 我宣布南省大考试炼即将开始 来了来了 大考试炼终于要开始了 在等待开始的同时 我也回想起这几天的收获 自从我达到15级后 系统每天赠送的藏宝图 我都没有使用 只可惜全都是中级藏宝图 如果将这三张合成高级藏宝图的话 应该能为大考试炼做准备 就在我这样想着的同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我身后响起 陆凡 你也来参加大考试炼了 转头看去正是我的地中海班主任 是啊 老师 我必须参加 这几天也提升了不少实力 说着的同时 老师也递过来一块刻着符文的石头 不错不错 一定要好好努力 来 这是你的传送石 一把接过 系统也将传送石的效果概括了出来 试炼传送石 试炼秘境内使用石传送至天梯塔第一层 天梯塔内使用石传送至试炼秘境平台 看完系统的概括 地中海老师也嘱咐起我 陆凡 老师相信你的战斗意识未必比其他职业表现差 但职业的重要性太大了 虽然是考试 任何的事物都会让人受伤甚至丧命 尽量和同学组队试炼吧 实在不行就用传送石退出 不要为难自己 在送走老师后 我也想起试炼的规则 组队分数会分摊给队友 我要的可不是通过失恋 而是第一名 组队是定然不可能的 就在我愣神的功夫 一道女生想起 陆凡 回头看去 正是和我一样参加大考失恋的秦秋 好巧啊 这是你的队友 听到我的询问 秦秋也介绍起身旁的女子 是啊 这是我的闺女 你可以叫她桃子 实力相当强大 桃小满 战斗职业 剑士 在互相打过招呼后 秦秋也是羞涩开口 那个 陆凡 你愿不愿意跟我们组队一起失恋 听到秦秋的话 陶小满也是一脸纳闷 不等她询问秦秋为什么 我急忙摆手 对不起了 我打算单人参加 我知道你想帮我 但这是我自己答应的条件 我先去考点集合了 你们一会儿可要好好发挥啊 见我拒绝 秦秋也是失落至极 以陆凡的实力来看 谁和他组队都会拖累他吧 就在他这样想着的同时 陶小满也是凑了过来 小秋 你为什么邀请一个最弱的职业组队啊 一扫刚才的失落 秦秋也看向了我离开的方向 不 他很强 不管你信不信 今年南省状元一定是陆凡 发现闺蜜的异常 陶小满也调侃起秦秋 小秋 你瞎说什么呢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那个御龙师了吧 文言秦秋也是飞快地跑开 去去去 别瞎琢磨 画面来到另一边 在拒绝了秦秋的组队后 我也是迈步进入了试炼的考点中 龙国南省江海市大考试炼秘境 初次来到此秘境 我也被真秘境的壮观景象给震惊住了 这就是试炼开始的地方吗 不等我继续欣赏 一道全息投影出现在了所有学生的正前方 各位考生请注意 天空中的传送门分为四个级别 普通 困难 恐惧和噩梦 每次开放时 选定该级别的考生使用传送时即可进入天梯塔 普通级别的天梯塔内均为投影 不会受到致命烧 分数倍率为0.9 从困难级别起都是真正的怪物 用传送时退出时分数可以保 分数倍率为1 与普通难度不同 大部分的学生都选择了困难难度 毕竟难度再高会送命 只有隐藏职业才会去 恐惧级别的怪物会更凶猛 不建议单人挑战 别惦记着队友会分摊分数 性命才是最重要的 分数倍率为3 校长刚介绍完 一道爽朗的笑声突然自传送门边响起 而我和秦秋也被这笑声所吸引 校长 你在看的对吧 这次最高分必将由我拿下 红武 隐藏战斗职业 14级 气功师 就在这家伙狂笑不止的同时 陶小满也开口了 他就是一中第一高手 南省前五的红武 闻言秦秋也是一愣 那个气功师 可攻可守的全能职业 现在还是单人挑战 看来这次是遇到麻烦了 算了算了 我们也该上了 见到红武选择恐惧及难度 不少知道这人的考生都是气急败坏 完蛋了 有红武在 我们的排名只能靠后了 肯定是比不过他 早知道选低难度了 大考试炼正式开始 就在考生们选择自己要前往的试炼难度时 大考试炼校长适中 看着屏幕上传来的考生情况 一中的校长也在这时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红武这小子 可是我们一中最厉害的学生 拿下状元 那是势在必得 我看秦先生的女儿秦秋也不错 依我看 这丫头怎么也得排前三马 撇了一中校长一眼 三中校长也是长叹一口气 暗想到 可惜了 陆凡要是他觉醒的是其他隐藏职业 未必能让一中出尽风头 也就在这时 与中校长一起坐在屏幕前的秦山海也开口了 各位校长 对于这个第一名 我倒是有个好苗子很看好 一纸屏幕中的我 陆凡 三中的御龙师 文言三中校长也是一脸疑惑 陆凡 怎么是他 听到秦山海的话 一中校长也是捧腹大笑 学生们都传走了 就他还没进天梯塔 难道他这是要气口 秦先生别开玩笑了 御龙师有什么可期待的 看看我们一中的红武 已经到达第四层排名第一了 见到我依然还在等 三中校长也是满脸惊讶 不是要气口 他这是在等最后一个传送人 文言 一中校长也停止了大笑 你是说他选择了噩梦试炼 这噩梦试炼有进无出 这学生未免也太自信了吧 见到我拿出试炼传送时 校长是再次震惊 他疯了吗 这个御龙师会丧命的 老白 快叫停 大考试炼难度噩梦 分数倍率9.9 小伙子 挑战过噩梦难度的人没有完整回来的 还请三思 不等校长继续说下去 我已经被传送进入了噩梦试炼当中 见到我已经进入 场外的三中校长也是如遭雷击 上一个挑战噩梦试炼的人 还是八年前了 被凶兽分尸 死状凄惨 见到是三中的学生 一中校长也训斥起三中校长 真是胡闹 你们三中就没普及过大考试炼的规矩吗 这御龙师肯定没写 秦先生的眼光还需要提高啊 这孩子和红武根本没法比 对此秦山海也是不怒 翘着二郎腿一脸平淡地看着屏幕 是啊 还是好好期待下天才气功师的表现吧 各位校长 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不如我们先看看再做推断 见到秦山海依旧淡然自若 三中校长也是转头看向了他 秦先生 为什么你会这么相信他 没有继续问下去 一滴冷汗也自校长的脸颊滑落 莫非陆凡他契约了传说中的巨龙 画面一转来到噩梦试炼的内部 在经过长达两分半的传送后 我也是成功进入了噩梦试炼的第一层 要不说这里是噩梦试炼 仅是天梯塔的第一层 雾气中就有不下于十字魔物 拿出随身携带的墨龙灵剑 一群黑棕狼也是自雾气中走了出来 黑棕狼 等级 十级 撕咬 咬伤目标造成流血伤害 叶豪 所有友方目标全属性增加 技能冷却重置 没有丝毫停歇 在黑棕狼出现的瞬间 他们露出獠牙就朝我的方向杀了过来 经过一个月的历练 我也是丝毫不慌 拿起龙灵剑就朝他们迎了上去 终于要开始了 龙牙击发动 只是接触的刹那 数十只黑棕狼就瞬间被秒杀 随着黑棕狼的死亡 一则提示也浮现了出来 噩梦试炼天梯塔 第一层已通关 分数加990 提示出现的同时 前往天梯塔第二层的大门封印 也在这时开始消散 见到这一幕 校长是正在观战的各位校长 顿时被惊掉了下巴 一中校长更是震惊地站了起来 一击秒杀 这个陆凡怎么回事 简直强得离谱 他的属性明显高过 他这个等级的水准 听到两位校长的话 三中校长也是更加认定了 自己的猜测 难道他真的找到了 传说中的龙 二年无人踏足的噩梦失恋难度 现如今我却当着 众校长的面 直接速刷了第一层 一击秒杀 这陆凡怎么回事 就在各位校长 为我的实力感到震惊时 一名身穿风衣 手拿皮箱的男人 也出现在了监控室的门外 猛地推开监控室的大门 来人也打断了 在场的所有校长 他戴在头顶的帽子 玉龙师陆凡 他在哪里 乾雄 战斗职业 57级 二转剑士 与此同时的噩梦天梯塔内 在劈开一众爱事的经济后 我也打开了藏宝图系统宝藏的面板 找到了 就在这里 在进入试炼秘境前 合成的高级藏宝图 宝藏的地点 就在噩梦天梯塔的第一层 看完系统的提示 我也开始在经济堆中翻找了起来 在翻了足足两秒半后 我也从中取出了一本厚厚的技能书 以获得技能加速成长 加速成长稀有品质 效果 使用后学会被动技能加速成长 加速成长 提高百分百自己宠物的经验值获取量 没有丝毫犹豫 我直接选择了使用 加速成长 这个被动技能非常适合小叶 离开哀痛村的时候 就觉得小叶生计太慢了 这个被动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了 与此同时的监控室中 看着屏幕中的我 乾雄也是缓缓开口 白校长 陆凡作为你校的学生 强硬的态度 白校长也没惯着他 特使大人 就算有天大的事 也得等学生大考结束再说吧 我作为三中校长可以代为处理 文言乾雄也皱起了眉头 代为处理 你可没法带他接受处罚 听到处罚二字 众多看戏的校长也凑了过来 一个刚觉醒没多久的学生 怎么会有龙都的处罚 这个御龙师到底做了什么 就在众人七嘴八舌的同时 秦山海也是一把抓住了乾雄 老乾 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借一步说话 一把甩开秦山海 乾雄依旧强硬 请不要干扰我执行任务 别和我套近乎 秦先生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袒护那个御龙师 但我提醒你一句 在插手之时 金家和龙都高层都会不高兴 说着他就推开了秦山海 如果你明白了就离开这里 白校长 把人带过来吧 不等乾雄行动 秦山海也是缓缓地点燃了一根香烟 老乾 龙都高层和金家的关系 和太奇国的影响 其中确实很复杂 但陆凡的秘密一旦公开 高层和金家都将不再重要 今天 谁也带不走陆凡 我说的 见秦山海这样 乾雄也拿出了自己的官威 什么秘密 胡说八道 违抗特使的秘密 你这是以下犯上 一把抓住乾雄 秦山海也是一步不退 就算说我以下犯上 那我也认了 秦山海 战斗职业 五十七级 二转骑士 见到秦山海这样 乾雄也没了办法 开口警告道 你的所作所为 我会成帝龙都高层 见到两位争执不休 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的白校长 也坐起了合适了 特使 秦先生 都冷静一下吧 万万不能影响大考试炼 完全没有理会白校长 乾雄也询问起秦山海 为什么你会为这个陆凡 做到这一步 一瞟监视器上的影像 秦山海也反问起乾雄 能让龙都高层 和金家跳脚的陆凡 他的秘密 你难道不好奇吗 一眼看向显示器上的景象 乾雄也是一惊 这个陆凡 选择的是噩梦级别 画面来到天梯塔内 在成功找到技能书后 我也是来到了 通往第二层的大门前 本想试试 靠自己能平推到第几层 既然有了这个被动 还是早些召唤小叶 获取经验吧 刚这么想着 我就抬手打开了传送门 出来吧小叶 眼前这个男人 本可以对我的事情置之不理 现如今却为我挡下了 龙国与金家给予的全部压力 与此同时 随着我的召唤 小叶也以巨龙的形态 从传送门中被召唤了出来 而此时的监控室中 在得知了我进入的是 噩梦及天梯塔后 乾雄也充满了震惊 敢挑战噩梦难度 这个陆凡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壁直显示器 壁中校长也是缓缓开口 刚才你没看见 他一招就秒了 第一层的所有魔物 话音刚落 一声巨大的龙吼响起 正准备继续问下去的 乾雄也是一愣 急忙转头看向了屏幕 当他们看清屏幕上 传来的景象时 所有人全部被惊得目瞪口呆 这 这是龙 第二次见到小叶的真实形态 秦山海也是回味不绝 虽然已经见过一次了 但再次看见还是这般震撼啊 与此同时 小叶在出现的瞬间 直接就开始了暴力通关 一拳就轰碎了前往第二层的石门 而场外的秦山海 也在这时站到了屏幕的正前方 各位 他的秘密你们都看见了 没错 他就是历史上唯一位有龙的御龙师 亲眼见到巨龙 早有预料的白校长 依旧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陆凡 他真的驯服了巨龙 就在众人愣神的同时 我和小叶已经以极快的速度 通关了噩梦试炼的第二层 见到我和巨龙的配合 场中的各位校长再也坐不住了 这就是龙族的力量 照目前的情况 没有三转的职业完全无法对抗 太可怕了 等级升高后 岂不是足以推平一个国家 时间转瞬即逝 而我也和小叶以极快的速度 通关到了噩梦天梯塔的13层 考核分数也来到了恐怖的58500分 位居第二的红武也才27550分 而从一开始看到现在的白校长也不淡定了 不光是龙 你们注意看陆凡这孩子的实力变化 他的各项数值肯定都超过了100 就算现在的他不召唤巨龙 他也能稳居江海是第一 见到众人的变化 秦山海也看向了钱雄 老钱 看到现在 你还要把陆凡带给龙都高层吗 见到我的表现 一直强硬的钱雄也泛起了难 今天 我大开眼界了 我算是明白你为什么敢得罪金家了 听到钱雄的话 秦山海也扭过了头 既然如此 我拷贝一段陆凡大考的视频发给老师 以后陆凡和金家的瓜葛就不劳烦特使了 请回吧 文言钱雄也是一惊 老师 你说的难道是那一位 听到钱雄的话 秦山海也回过了头 没错 正背后 途径 与此同时 就在众校长闲谈的功夫 我也连通数官来到了天梯塔的20层 随着我的进入 首官的Boss也带着一众小弟走出来 黑暗祭祀 等级15 黑色诅咒 降低目标所有属性50% 提升几方目标所有属性25% 融入黑暗 将自身级目标拉入阴影 持续15秒 免疫一切攻击 黑暗控制 同领黑暗骑士 可驱使黑暗骑士为自己而战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个Boss堪称无解 降低属性的同时强化几方 而且还拥有无敌的技能 不过可惜遇到的是我 摸了摸小叶的下马 小叶也是心领神会 张开大嘴就蓄力起熔岩烈焰 技能蓄力完成 熔岩烈焰瞬间就笼罩了 整个天梯塔第20层 只是一瞬间 20层的魔物就全部被击杀 第20层已通关 黑龙等级提升至11级 陆凡等级提升至16级 与此同时 天梯塔的排名 我也以9万的高分位居榜数 红武则以31050分位居榜2 晴秋和陶小满 以16900分并列第三 巨龙 一种实力远超于人类的物种 而随着小叶的加入 我的分数排名也一月来到了第一名 短短一个小时过后 恐惧试炼的第50层中 经过不断的苦战 红武也是成功通关了这一层 一路披荆斩棘 红武也是第一次赶到了法令 真够倒霉的 今年大考试炼真是变态 这种怪物至少也该在70几层吧 在擦了擦脸颊的汗珠后 红武也释怀了 无所谓了 要难都难 可我争第一的也只有晴秋 他还是组队试炼 就算到这分数也要比我少一半 这次难省大考状元 非我莫属了 刚这么想着他就朝着天空大笑了起来 外面的校长 都在看我的表现吧 现在就联系十大学府的负责人 准备录取我吧 就在这家伙狂笑不止的同时 此时的校长监控室中 所有的校长加外来人员 几乎都围在我的监视器前 丝毫没有关心其余考生的情况 天梯塔第50层 历届南省状元都在这一关栽过跟头 听到白校长所说 毕中校长也一脸审视的看向了屏幕 这层可是分水里 这个路凡就算通关了 之后的速度也不会多快了 画面来到噩梦天梯塔内 一路速通 我也是来到了噩梦第50层 而在小夜达到11级后 系统面板上也多出了一个形态转换的技能 形态转换 幼龙形态 全属性与能量消耗减少50% 龙女形态 因血气而变化的形态 毁灭巨龙形态 力量减少50% 精神增加100% 获得新技能 万物焚禁 熔岩暴裂 蔑视者形态 精神减少50% 力量增加100% 获得新技能 撕裂大地 灾恶咆哮 就在我看着系统的陈述时 原本平静的地面突然传来了剧烈的震动 而小夜也在这时警惕地看向了四重 紧跟着山体倒塌 一脸三道巨大的岩石巨人也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紫金山脉巨人 等级 二十级 山脉之外 挥动岩壁横扫面前所有目标 造成大量伤害 山崩地裂 跃起山脉之躯 重重砸向地面 造成大量伤害 并伴随三至五次余震 为山崩地裂伤害的10%到35% 紫金岩 受到的魔法伤害降低50% 免疫破甲效果 见到三只这样的boss 校长室内的白校长也为我捏了一把汗 三个噩梦首领 这怎么打 见此一中校长也是长舒一口气 我就说嘛 五十层这个分水岭肯定会让陆凡攀登天梯塔的速度下降 而看到我那六位数的排名分数 一中校长也在这时眉头紧簇 陆凡的成绩 江海市第一已经稳了 南省状元很有可能也是他 如此有潜力的学生 怎么就不是我一中的呢 与此同时的天梯塔内 山脉巨人在看到有敌人后 也是第一时间向我展开了攻击 看完这家伙的全部概括 我也是姗姗一笑 果然 到天梯塔的一半了 难度比之前拔高了一大截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们好好大闹一场吧 小叶 随着我花音落下 小叶直接就一拳拦下了山脉巨人的攻击 试试你的蔑视者形态吧 文言小叶也是不慢 再回应了一声后 龙童中顿时就涌现出了磅礴的力量 龙气呈现 刚刚还与之交锋的山脉巨人 直接就被这股恐怖的力量给掀翻了过去 龙气游下至少 原本呈现赤红的龙爪 也在此时变化成了盔甲的暗黑色 龙翼也从最初的熔岩色化为了水晶一般的龙焰 待到变化完全结束 此时的小叶已经完全变为了一尊暗红的蔑视者 黑龙形态切换蔑视者 力量1456升至2912 敏捷1104 精神1424降至712 耐力1503 以解锁新技能大地碎裂 以解锁新技能灾厄咆哮 见到小叶变幻形态的这一日 整个校长始终无一步震惊 什么 这条龙还可以变幻战斗形态 就在白校长惊讶的同时 紧盯屏幕的秦山海也不由地滑落出几滴冷汗 还有这样的变化技能 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啊 来了来了 小叶的蔑视者形态他终于来了 就在小叶对抗两只山脉巨人的同时 身为巨龙主人的我也是遭到了山脉巨人的偷袭 一跃躲开的同时 我直接就施展了对自己和小叶都有加成的龙之骨 小叶 力量2912升至3780 拧结1104升至1430 精神712升至920 耐力1503升至1953 没有任何停止 在我技能施展的瞬间 小叶直接就对眼前的山脉巨人发动了巨厄抢袭 一口嘎嘣脆 山脉巨人直接被这一口咬了个粉碎 见此 毕中校长也开始怀疑起人生 二十级的包一口就这么碎了 还有王法吗 笔之一中校长 白校长就冷静多了 能咬碎紫禁山脉巨人的防御 这一击的力量一定超过了2000点 就在几人分析这战局之时 落单的我也再次遭到了山脉巨人的袭击 显而又显得躲开 这次的我也没有继续躲下去 直接就施展了全部加成下的龙爪技能 受灭视者的影响 幻化的龙爪也在此时呈现出灭视者的暗黑色 一找拍下 剧烈的爆炸瞬间就将山脉巨人给吞没 见到我和巨龙展现出的实力 秦山海也看向了想强制带我走的钱雄 老钱 看着陆凡的实力 现在是不是觉得幸好我阻止了你带走他 对此钱雄也是顿岗龙 冷汗一滴接一滴的冒着 画面来到天梯塔内 凭借着强悍的肉身 山脉巨人也是顽强的存活了下来 眼见敌人即将对我下手 小叶也是直接发动了 蔑视者附带的灾恶咆哮技能 灾恶咆哮 发出怒吼 对范围内所有敌方目标造成大量伤害 并附加脆弱效果 怒吼响起 所有的山脉巨人瞬间受到冲击 眼见自己脱离险境 我也吩咐起小叶 这最后一击就由我来收场吧 不等我动手 小叶的身形直接掠过了我 猛的一掌就朝地面拍了下去 大地碎裂 冲击地面 对范围内波及到的目标造成大量伤害 敌方目标有概率落入蔓延的深渊猎系 深渊成现 一连三只山脉巨人也就此落入了深渊之中 三只Boss被咬杀 小叶的等级也约来到了十二级 而我的等级也升至了十七级 看着等级又提升了 我也不禁感叹了起来 又升级了 选噩梦级别果然没错 不仅难度对我没有障碍 只要一层层刷下去 经验肯定能提升不少 看着传送门出现 没有任何犹豫 我就带着小叶前往了天梯塔的五十一层 见到五十层的Boss被我不费吹灰之力的解决 秦山海也在此时看向了一中校长 看来所谓五十层这个分水里 对陆凡来说好像没什么困难 对此一中校长也触及了知识盲区 龙的强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没想到这具龙居然这么强 就在他们说着的同时 白校长也询问起了乾雄 前课时你在龙都见多试过 不知你能否看出这具龙改变形态后 力量属性到底增长到了何种恐怖的数值 对此乾雄也放下了自己的价格 转而想起了自己在龙都见过的大人物 我曾在龙都见过一位大人物出手 如果以此威力对比的话 这条龙改变形态后的力量属性 至少也在两千五百点以上 文言全场震惊 两千五百点 那我们的等级和属性在他的面前 岂不是不值一提 比起一中校长 白校长就冷静得多 和我之前预想的差不多 恐怕这只巨龙的属性只会多不会少 察觉自己有些失态 B中校长也开始转移话题 既然他已经通过了第五十层 那么X加1的模式也会逐渐明显 听到一中校长口中的X加1 秦山海也是满脸迷惑 见到秦山海这样 白校长也跟他解释起来 X加1模式是最早设计试炼天梯塔的学者制定 在考生通过第五十层之后 每通过X各有大量普通怪物的层 就必定会遇到一个首领层 这让试炼更像真实的秘境 考生随时都会处于被丧命的危险中 只不过 在噩梦级别的天梯塔中 不管是X还是E 全部都换成了噩梦难度的Boss 噩梦天梯塔第五十层已通关 而接下来我将面对的 则是成几何倍增长的怪物 噩梦级别X加1模式 遇到的首领及Boss将不止一只 属性更是成倍增长 听到白校长的话 秦山海也点燃一根香烟缓缓开口 听着的确很难 不过大家看看陆凡 对于陆凡来说 他完全不需要思考什么X加1这种事 与此同时的天梯塔内一路过关斩将 我和小叶也以极快的速度 击杀了70层的首关Boss 黑龙等级提升至13级 陆凡等级提升至18级 虽然通关速度不减 但是此时的我也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美关Boss强大 可以看出天梯塔自50层开始 之后的设计就越来越难 不过有面试者小叶在 这大考根本不需要任何通关思路 刚这么想着我也吩咐起身后的小叶 小叶 跟上我 我们一起通关了天梯塔100层 看着我那恐怖的通关速度 监视器前的白校长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才过去十几分钟 陆凡就已经到了70层了 闻言 一旁已经被巨龙冲垮认知的一中校长也是缓缓开口 说实在的 今年的天梯塔设计已经是往年中最难的一次了 我本怀疑这样的设计 究竟有没有人能闯过第80层 但现在看来 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短短十几分钟过去 我和小叶也是速通到了天梯塔的第83层 面对手关Boss蠕虫的突然出现 我直接就给自身施加了一层龙血砍化 小叶正面对抗 而我则对蠕虫的身体展开攻击 在一龙一人的通力配合下 蠕虫也是败下阵来 黑龙等级提升至14级 陆凡等级提升至19级 与此同时的校长适中 看着不断速通的天梯塔层 树白校长也是难难开口 往年 不少的天才都是为了通关奖励 不断逼迫自己接近极限 结果大多数都耗尽一切死在了大考试炼中 闻言深吸一口的秦山海也是缓缓开口 想想也是 都到七八十层了 只差一点就能拿到大考的最终奖励 没人会乖乖退出吧 一纸排行榜第一的我 白校长也是满脸激动 陆凡不同 他很可能是近十几年来 唯一能通关一百层的考生 听到白校长的话 一中校长也阻止了他 且慢 虽然每层的首领不如原版秘境中的强大 但别忘了 第九十九层的难度可高得离谱 不等一中校长继续说下去 一旁的校长也是打断了他 大家快看 陆凡来到第九十九层了 闻言 一中校长也是瞪大了眼睛 什么 这家伙怎么会这么快 画面来到噩梦试炼 短短十几分钟过去 我也来到了天梯塔的第九十九层中 与其他层数出现在各种场景不同 这层更像是某个蚁王国家的王城 而随着我的走过通道来到大厅 此时我面前的高台上 正有着四到七黑的身影 定睛看去赫然是四位无头骑士 也就在我看向他们的同时 墙面上本是熄灭状态的蜡烛 也在此时通通燃了起来 一道诡异的妖风也在此时充斥了整个大厅 如墙上的蜡烛一般 本是呈现屈翘的骑士 也在这时被一股幽蓝色的火焰所充斥 来了来了 噩梦试炼第九十九层的守观者他终于来了 灭视 无头骑士 等级 五十五 灭视贯穿 长枪骑士突刺四至八次 击中目标可附加贯穿效果 额外造成百分之四百伤害 灭视反击 任意骑士受到伤害时 将触发长剑骑士的反击 灭视雷霆 双剑骑士附魔雷电效果 增加攻击速度并附加雷电伤害 灭视斩首 巨斧骑士锁定目标 当该目标生命值低于百分之七十五十 立即杀死该目标 骑士试约 四骑士共享生命值与防御力 并提升生命值与防御力百分之四百 见到拥有这样属性的四骑士我也不敢答应 急忙做出了战斗的架势 来自破碎国度的无头骑士 这个秘境的名气非常大 所有的秘境都源于真实历史 就像哀痛村的形成 破碎国度则是数百年前亡灵军团入侵 国王被杀后所形成的 就在我这样想着之时 一直念叨着是军者的四骑士也对我展开了攻击 俯骑士一马当先 举起手中的巨斧就朝我劈了拐 斩首 直接斩杀生命值低于百分之七十五的目标 在躲开骑士攻击的同时 我也思考着对付他们的办法 生命值共享 最稳妥的通关方法就是击火一个控制其他的 在我没有控制技能的情况下 那就只能来硬的 四个拳都解决 手握没龙灵箭 没有任何犹豫我直接就冲向了四骑士 眼见我打算近身肉搏 枪骑士也是快速做出反应 直接就朝我的方向释放了贯穿 而我也没有避其锋芒直接与其枪间碰撞在了一起 当当当的声响不绝于耳 待到其技能释放完毕 我也找准机会 一刀就斩向了四骑士其中的一位骑士 尽管我已经使出了浑身的力气 可也只是在骑士的盔甲上留下了一道微乎其微的裂痕 见此我也皱起了眉头 这么硬 龙灵箭竟然都没办法将其斩断 就在我攻击完成的瞬间 大剑骑士也举起大剑来到了我的身后 蔑视反击触发条件达成 大剑骑士直接就朝我猛踢了拐 一把举起龙灵箭 我也在此时迎上了大剑骑士 眼见大剑骑士被我拖住 我也不敢耽搁 直接就呼唤起了自己的最强外援 就是现在 小叶 龙吼声响起 一只巨拳从天而降 直接就一拳砸向了大剑骑士 巨大力量袭来 早在城外埋伏的小叶 直接就将城堡轰了个粉碎 见到计谋得逞 我也是高兴开口 干得漂亮 这下就少了一个麻烦 不等我继续高兴下去 手持双剑的骑士 直接就朝我的方向猛冲了过来 雷霆发动 附加上了一层雷电 Buff的双剑骑士 直接就朝我所处的方向 开始了猛灭进攻 碍于雷电的属性 刚刚才占据些许上风的 我也再次进入了防守状态 而就在双剑骑士 牵制我的同时 斧骑士和枪骑士 纷纷朝我包围了过来 两道攻击接踵而至 不过在即将命中时 都扑了个空 一跃来到大厅的半空 我也为这几位骑士的 配合能力感到震惊 不能再这么继续 和他们耗下去 我要尽快前往第一百层 小叶 准备解决他们 文言小叶也是不慢 直接就蓄立起 自己的范围技能 熔岩烈焰 熔岩呈现 整个城堡顿时 被恐怖的龙焰所充斥 熔岩烈焰 持续向前方喷出烈焰 造成伤害的同时 治疗自己 面对四骑士的围攻 我也不再隐藏 直接就号令小叶 使出了最强的范围技能 熔岩烈焰 在龙焰的制考下 刚刚还勇猛无比的 四骑士顿时 变得举步维艰 而这样的情况 并没有持续多久 恐怖的龙焰 直接吞没四骑士 并将其彻底烧成了灰飞 第99层已通关 黑龙等级提升至15级 黑龙已获得新技能大灾变 陆凡等级提升至20级 见到小叶技能面板上 多出的大灾变 身为主人的 我也不禁感叹了起来 不愧是小叶 仅仅提升三级 结果又获得了新技能 这下好了 现在就只剩下 最后一层试炼了 与此同时的监控室中 见到巨龙秒杀了四骑士 各位校长再也坐不住了 噩梦级大考 最后一关的大门被敲开了 数十年以来 从未有考生能走到这一步 听到一中校长所说 秦山海也是一脸善善 诸位 看来今天我们要见证历史了 就在秦山海说着的同时 白校长也是一脸不安的 盯着眼前显示器上传来的画面 第100层的试炼 难道是破碎国洞吗 如果真是这样 恐怕根本就没想让考生通过吧 与此同时的天梯塔内 迟迟没见船送门出现 我也来到了四骑士守护的空王座之上 一把握住王座上插着的长剑 没有任何顾忌 我直接就将其给拔了出来 就和我想的一样 第100层果然跟着王座有关系 随着长剑被拔出 我所处的空间中 也出现了一层不易察觉的空间漩涡 就在我为此感到疑惑之时 手中的长剑突然碎裂 直接化为一道道流光融入到了漩涡之中 察觉有危险的气息 我也在此时抬头再次看向了王座 这就是噩梦天梯塔的第100层吗 完整的破碎国度秘境 放眼望去王座之下 正有密密麻麻的士兵 本已经被击杀的四骑士 也再次守护在了王座的边上 而此时的王座上 也多出了一道手持大剑的身影 随着敌人完全呈现 一则提示也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噩梦试炼第100层开启 亡灵军团 人数500加 画面来到王座 灭视大帝 等级 60级 首领难度 噩梦级别 见到这样数量的敌人出现 我也是急忙查看 其小夜心获得的大灾变技能 大灾变 三段伤害技能 毁灭巨龙引爆飞过的区域 造成大量伤害并附加燃烧 结束时俯冲向目标区域造成大量伤害 并再次引爆燃烧区域 总的来说就是飞了爆 爆了飞 灭视者形态的小夜已经用了这么久了 现在也是时候见识下另一个形态了 毁灭巨龙的威力和新技能了 小夜 最后一关了 让我们一鼓作气拿到大考奖励吧 听到我的话 小夜也是发出了一阵龙吼仪表答应 手握没龙灵剑 我也在此时对准了王座上的灭视大帝 小夜 切换到毁灭巨龙形态 闻言小夜也是不慢 龙吟声响起 一道道龙焰也自地面全部涌向了小夜的身体 龙焰服过 原本呈现金石色的龙衣也在这时被火焰所充斥 而变化远不止此 龙焰一路向上直至彻底围绕小夜身体时才彻底停下 黑龙形态切换 灭视巨龙 力量1484 敏捷2055 精神7202 耐力2903 来了来了 小夜的毁灭者形态他终于来了 见到小夜的形态变化 监控室中也再次迎来了惊讶 这 这巨龙还有第三种形态 熊熊烈焰 陆凡居然还有这样的底牌 与此同时 见到敌人来犯 四骑士中的大剑骑士也举起了手中的长剑 守护君王 全军出击 听到大剑骑士的话 场中的亡灵士兵们顿时就兴奋了起来 一个个汉不畏死 拿着武器就朝我和小夜的方向蜂拥了过来 对此我也不怂 小夜 准备挑战来自破碎国度的整个亡灵军团 说着的同时 我拿着龙灵剑就朝亡灵军团的方向冲了过去 听到我话的瞬间小夜也是紧随其后 张开龙翼就飞向了亡灵军团 手持龙灵剑所向披靡 我直接就在亡灵军团中乱杀了起来 在我乱杀的途中 小夜也是成功抵达了亡灵军团的正上方 见此我也急忙命令起小夜 小夜 就是现在 释放大灾变 就在我说完的瞬间 小夜也是心领神会直接发出了一阵恐怖的龙吼 而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 地面逐渐开裂 眨眼的功夫 剧烈的爆炸就出现在了战场的各个地方 而此时的小夜也彻底展开龙翼 翱翔于亡灵军团的上空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龙翼拂过 亡灵军团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焚烧殆尽 见此一幕所有的校长都瞪大了眼睛 就在小夜疯狂击杀小兵的同时 我也没有闲着 直奔王座的方向就冲了过去 眼见我的目标是王 四骑士也不敢怠慢 琪琪就朝我杀了过来 剑阅者 在君王前跪下 四骑士终归还是四骑士 面对他们的攻击 我依然没办法硬汉 在躲开攻击的同时 我也呼喊起自己的援助 小夜 来这里 察觉主人有难 小夜也是以极快的速度来到了我的身前 大灾变发动 恐怖的龙焰瞬间就从小夜的四周击射了出去 仅是在一瞬之间 刚刚还虎视眈眈的四骑士就直接被秒杀 再次见到此幕 场外的校长依旧还能感觉得到震撼 四骑士再次被秒杀 就连最难的一层试炼都不能试探出陆凡的真正实力吗 就在白校长说着的同时 一中校长也看向了我的分数排行榜 98万分 30年没破过的百万分数 这一不知遥陆凡莫非真能拿到大考的奖励 文言白校长也是淡淡开口 今年可是最难的一届大考 奖励肯定不会吝啬 至少有三件稀有品质打底 就在校长们谈论着今年的百万分奖励时 我也解决完所有的士兵来到了王座之前 杂鱼都收拾完了 现身吧 最后的boss 来了来了 大考试炼的最终boss他终于来了 听到我嚣张的发言 蔑士大帝也从王座上站了起来 鸟小无知的莽夫 在他说着的同时 他也握着手中的巨剑朝我的方向冲了过来 面对60级的boss我也是丝毫不慌 开启龙爪的同时 我也吩咐起身后的小叶 小叶准备释放万物焚镜 见我到现在还想反抗 手握巨剑的蔑士大帝直接就朝我劈了拐 凭借龙化的双饼 我也将其攻击给硬生生的接了下来 见我与蔑士大帝已经开始交手 小叶也不敢怠慢 直接就对蔑士大帝释放了万物焚镜 万物焚镜毁灭去龙煽动双翼 释放四道火焰龙卷风 对波及道的目标造成大量伤害 仅此一击 狂退不止的身形 待到蔑士大帝完全停下 看着自身不断散发出的黑气 和身体中逐渐失去的血量 完全没把我放在眼中的蔑士大帝也是一惊 怎么回事 就在他为此感到疑惑之时 目睹全过程的我也举起了手中戴着的iPhone戒指 发现自己变得虚弱了吗 而见是我的手段 蔑士大帝也愤怒了 卑鄙的计量 说着他就再次冲向了我所在的方向 对此我也是丝毫不慌 小叶 万物焚镜第二段 万物焚镜二 毁灭巨龙煽动双翼 汇聚所有火焰龙卷风产生剧烈爆炸 听到我话音的瞬间 小叶直接将场中所有的火焰龙卷风 都汇聚到了蔑士大帝的身旁 眨眼的功夫 向我冲来的蔑士大帝就被恐怖的爆炸所吞内 BOSS就是BOSS 凭借顽强的肉身 蔑士大帝也将这次攻击给应接了下来 不过自身也在此时再次以极快的速度到飞向了王座 抓住蔑士大帝毫无防备的空档 利刃划破火焰 早已撤往安全地带的我直接就朝蔑士大帝杀了拐 墨龙灵剑和气锋利 此时的我也将龙灵剑彻底插入了蔑士大帝的胸膛之中 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 龙灵剑刺破王座 蔑士大帝也再次被钉在了王座之上 一把抽出墨龙灵剑 蔑士大帝也在此时没了任何动静 路凡等级提升至22级 黑龙等级提升至17级 看到出现的提示 我也长输了一口气 小叶 结束了 就在我解决完BOSS的同时 此时的监控室中 所有人都是瞪大了眼睛看着屏幕 这30年来没人通关的百万分大关 居然被陆凡给破了 听到白校长的话 一旁的秦山海也是缓缓开口 看来 随着陆凡突破记录 贵校也要跟着一飞冲天了 打完收工 在彻底解决BOSS后 我也迈步走向了出口的方向 大考结束了 小叶 我们回家吧 随着我来到出口 一则提示也随之出现 恭喜考生陆凡成功通关 南省噩梦级别大考试练 紧接着一个金灿灿的宝箱 也出现在了我眼前的地面 宝箱开启 并入眼帘的赫然就是一本技能书 冰龙王的暴怒 稀有品质 职业要求 御龙师 龙语法师 等级要求20级 使用后学会魔法技能冰龙王的暴怒 冰龙王的暴怒 在目标范围内爆发寒气 造成伤害并附加减速 冰冻效果 技能效果的持续时间 伤害量及范围可随引导技能的时间变化 原以为30级二转时才能有控制技能 看来以后可以和小夜的输出技能打配了 就在我说着的同时 一颗戒指也飘了起来 凌峰戒指 稀有品质 等级要求20级 敏捷加77 耐力加35 精神加32 凌峰之语 使佩戴者获得凌峰祝福 增加35%敏捷属性 敏捷戒指 看着不错 只可惜小夜不能受到效果加成 不过对我来说还是很实用的 岩霜披峰 传说品质 等级要求20级 耐力加112 精神加79 力量加56 敏捷加54 双起岩勇 对冰系火系有30%减伤 对冰系火系造成的减益效果降低50% 提升自身及宠物30%的冰系火系伤害 传说品质的披峰 对小夜的毁灭巨龙形态来说完全不要太契合 既有冰系减伤又有火系增伤 收下所有的奖励 我也是心满意足 也是时候该回去了 暂时收回小夜让他先休息吧 结束了结束了 大考试炼他终于结束了 随着我换好学生装扮 平淡的走出传送门 就在我打算回家等着排行榜的成绩揭晓时 看完一切的各位校长早已将传送门围的水泄不通 你小子真是厉害了 状元啊 你就是学校的骄傲 以后咱们学校名人墙上永远都会挂着你的照片 听到白校长这么说 毕中校长也开始了数落 你可真心 名人墙上那都是抵御凶兽入侵时战死的英雄 你这不是咒人家吗 早就看着老头子不爽 白校长也是霸气回队 一边去 要咒也是咒你 陆凡可是破了大考记录 前途不可估量 就在两位校长斗嘴的同时 秦山海也来到了我的面前 陆凡 这次大考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 但是你展现的实力还算让我大吃一惊 文言我也是缓缓开口 秦叔 我达成了条件 太齐国的那个公主 不会再来撒破了吧 对此秦山海也给予了肯定 我当然遵守约定 老师应该快收到了 听到他的话我也是疑惑至极 老师 什么老师 见我这样秦山海也再次开口 你就放心吧 你现在该考虑的可是选马所学府 十大学府必定会挤破头的争强你 而南省的富商也会借机和你拉拢关系 你可要留意他们的心思 就在众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着的同时 一直等到我大考试炼结束的前雄也是离开了此地 而大考试炼也就此落下为你 排名第一的我直接以129万分好取低 位列第二的则是八万九千分的红武 位列第三的则是七万五千分的晴秋与陶小满 与此同时 龙国极北近卫开拓的领地区域中 一位白发老头正看着自己学生送来的一则视频录像 看着屏幕上那恐怖的巨龙 老者也朝嘴中猛灌了一口烈酒 真畅快呀 没错此人正是秦山海口中的老师 正背后途径 就在他看着视频的同时 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敲响 在说了一句进来后 一位穿着厚厚棉衣的人也抱着一堆档案走过来 报告 打扰啊 见到来人 放下酒瓶的同时 途径也询问起他 找到证据了吗 放下手中的档案 棉衣员也是缓缓开口 都在这里了 可以确定您的学生秦山海的推断是正确的 秦山海通过与特使钱雄的交流 推断出龙都高层的阮长峰大人与太奇国金家沆瀣一气 经调查 金珠公主刘雪宇带走御龙师都是阮大人批准的 听完属下的汇报 途径手中的酒瓶也在此时发生了形变 阮长峰果然是他 文言棉衣员也补充道 金家和阮大人表面上维持着两国关系 私下阮大人给了金家许多特权 金家也给了他不少汇报 听到这里 途径直接就捏碎了手中的酒瓶 身体也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怪不得他会派特使去逮捕御龙师 阮长峰这个吃力爬外的东西 居然帮着太奇国的小公主在龙国为所欲为 你去给阮长峰传令 我撤出他的一切职务和权利 龙都高层将不再有他的位置 立即执行 如果他要是有意义 让他来找我亲自谈 至于金家 要是再去试图接触阮长峰 那就派施救团去好好问候一下 还有一件事 密切关注这个御龙师选了哪所学府 第一时间通知校长给他最好的资源 在回复了一生事后 年一人也离开了办公室 而途径也在此时看向了大雪纷飞的窗外 龙国有这样一个传奇少年 真让人欢喜 有意思 真有意思 等我的任务完成了 必要找到这个御龙师 好好地见见这个传奇少年 不过我的任务 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随着镇北后的消息传回龙国 第一时间收到消息的金珠也是惊讶无比 你说什么 阮长峰被镇北后革职了 文言电话另一边急忙开口 公主息怒 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 听到这金珠更加愤怒 你们能有什么好消息 没了他还怎么抓到那个御龙师 对此电话另一边也解释道 公主不可不必在他的身上浪费宝贵的时间 在青州市还有另一个御龙师 听到这儿 金珠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邪恶的笑容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 希望这次对方是一个实事物的人 红武 隐藏职业气功师 毕中今年大考试炼最具潜力的种子选手 可就是这样被给予厚望的他 却也只不在了恐惧级别72层 恭喜考生红武 南省大考试炼恐惧级别72层 共获得89250分 走出传送门 红武也擦了擦脸颊的汗珠 好险 差点就挂在里面了 不过72层 状元肯定到手了 十大学府必定抢破头 听说还有丰厚的奖励 我以后怕是要一飞冲天了 就在一赢完的同时 迟迟没见自己家的校长过来 红武也看向了中校长的方向 什么事情这么热闹 这么多校长都在这里围着 转念一想 红武也猜测起校长 接下来见到他所会夸奖的话 肯定是为了我的状元的事 在商量着什么 该我表现的时候 想着的同时 他也故作深沉地走到了 自家校长的身后 校长您好 听到这则声音 一中校长也是缓缓回过了头 是红武啊 试炼完成了 面对校长的询问 红武也压下内心的狂喜 试炼已经完成了 分数只有八万九 还不知道状元的称号会不会悬呢 听到这傻孩子的话 一中校长也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关系的 你考得已经非常好了 十大学府还是可以随便进的 成绩固然重要 但要量力而行 你这伤势不轻快去治疗一下吧 听到自家校长的话 和想象完全不同的场景 也是惹得红武满头问号 校长这是什么意思 考得还行 但也就那么回事 不对啊 这么高的分数校长还看不上 那么一定是要我别骄傲 这是在敲打我要稳重了 一阴害人 想通一切的红武 也是露出了一抹智慧的眼神 我明白了 万分感谢校长您的苦心栽培 时间飞逝 转眼就来到了七天后的 大考试练接绑任 看着眼前的场景 我和小姨全部都震惊在了原地 一点小意思请收下 比原诚挚请你来我的庄园一许 请问陆同学目前在考虑哪些院校 这点见面里还请陆同学收下 日后有去龙都的打算吗 届时还请陆同学多多关照 看着眼前人山人海 想和我判关系的人 初次接触这种情况的 我也是顿感无奈 而就在我看着眼前的人群 不知所措时 秦山海也是越国人群 来到了我们的深浅 今天大考接绑 你这个南省第一名 可是人尽皆知了呀 在将秦山海请进屋子后 我也查看起此次龙国南省 大考试炼的成绩榜 第一名陆凡 江海市 总分数保密 第二名 陈天志 青州市 总分数21万5000分 就在我疑惑自己的分数 为什么是保密市 秦山海也一连拿出了六个箱子 这六个箱子是江海市 给南省状元的5000万现金 除了奖金 白校长他也送来了奖励 揭开礼物盒 一阵金光盾时 就笼罩了整个大厅 察觉一样 我也停止了思绪 看向了秦山海这边 来了来了 白校长的奖励 他终于来了 蓝龙王的咆哮技能书 稀有品质 职业要求 御龙师 龙与法师 使用后学会魔法技能蓝龙王的咆哮 蓝龙王的咆哮 向前方释放一道雷霆冲击 造成大量伤害并附带麻痹效果 之后的攻击将附加20层雷电属性 每次攻击递减一层 百分之二十几率麻痹敌方目标 雷霆药剂 消耗品 使用后永久增加20%雷电技能威力与雷电属性抗性 龙与魔法术配合雷霆药剂 这技能的威力还能更强 继兵魔法之后又有了雷魔法 终于不用一直靠小叶输出魔法伤害了 清风甲稀有品质 等级要求20级 力量加70 耐力加46 清风服 使佩戴者应减一效果而受到的伤害降低30% 闪灵靴传说品质 等级要求20级 闪灵月 使用后可闪现至50米内任意位置 需30秒充能时间 一连拿出好几样物品 秦山海也是山山开口 这些奖励都是白校长严选 尤其是这个闪灵靴 30秒充能的闪现 位移和减伤 听着秦山海的话 我也比较起这些装备给我的增益 现在的装备刚经历大考的学生 可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如果全都换上了 属性应该能接近刚破壳时的小叶了 想着的同时我也伸出手 接过了秦山海递来的这些装备 二转法师才有的技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就在我收下白校长严选的奖励后 秦秋也是推门走了进来 在和场中的每一位都打了声招呼后 秦秋也说明了来意 十大学府的负责人已经到江海市了 我爸把他们请到了我家 我来接陆凡一起去面试 听到秦秋的话 我也是瞪大了眼睛 这么早 这才刚放榜多久就到了 听到我的询问 秦山海也解释起来 能不早吗 对你这种人才 十大学府在看过你的大考视频后 全都第一时间赶来了 说着秦山海也凑到了我的耳边 你的大考视频和分数都被老师安排了保密 除了十大学府和龙都高层 其他人都没看过 你太过特殊 要是来了第二个金公主可就不好了 秦珠的事情老师已经解决了 她可是很想当面见见你的 听完秦山海的话 我也是恍然大悟 太好了 我也想当面感谢这位老师 一拍我的肩膀 秦山海也笑了起来 还不是时候 她有任务在身 不用着急 你们早晚会见面的 就在我和未来岳父说着的同时 秦秋也来到了我的跟前 拿出了一张紫金卡 陆凡 这个请你收下 本来上次登门拜访就是为了道歉 可惜遇到了秦珠 见此我也是急忙摆手拒绝 紫金卡这可不行 我们说好的是十万 紫金卡可是一千万龙幣 就在我打算出言拒绝之时 秦山海也再次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在哀痛村救了小秋的队 秦家的一片心意 你就收下吧 晚上还有人要送你们去江山花园的 紫金卡都收不下 见到市里给南省状元送的别墅时 你可怎么办呢 听到自己父亲的调侃 未来老婆也替我说起的话 老爸 你别寻他开心 一拽我的手臂 秦秋也一把拉着我跑出了门外 时间不早了 我们快去见学府的负责人吧 来了来了 第二位御龙师他终于来了 就在我和秦秋前往十大学府负责人的所在时 龙国青州市的城外森林中 一辆吉普也穿过城市来到了此地 他多少急了 听到主子金珠的话 崔红泰也回答道 十九急 甲龙已经十四急了 闻言金珠也笑了起来 御龙师果然不一样啊 这么快就能对战三十级的暴走 定睛看去 眼前正有一只体型庞大的甲龙 没错 此人正是南省大考试炼威猎总绑第二的陈天志 而他也正是和我觉醒了同样隐藏职业于龙师的人 也就在此时 一只似狮子又似星星的Boss正一个劲地朝他的方向重来 面对Boss的冲锋陈天志丝毫不慌 一跃跳起的同时 他也吩咐起自己的甲龙 横扫 横扫 挥动巨尾对扇形范围内的目标造成伤害 听到主人的话 笨拙的甲龙也来到了主人的身前 一尾扫去 直接就将Boss给拦了下来 而总绑第二的陈天志在有了甲龙的加持后 自身的实力也是直线上升 再加上龙枪的专属强化技能 这一刻的陈天志不愧总绑第二之名 一击龙枪击瞬间就贯穿了Boss的胸膛 Boss应声而倒 而这第二位御龙师的等级也来到了与我同样的二十级 而自己的甲龙则来到了十五级 见到自己奴仆的精彩表现 金珠也不由地鼓起了掌 不错不错 没有浪费我给你的这颗龙蛋 听到她的话 半跪在地的陈天志也是缓缓开口 没让金公主失望就好 闻言 金珠也看向了身后的崔红太 你要像这个废物一样 我才叫失望 你这把龙枪以后就归她了 没问题吧 崔红太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听到金公主的话 崔红太也只能无奈答应 属下一公主的安排 而见到公主将龙枪赠予了自己 站起身子的陈天志也向金珠表明了自己的忠心 感谢公主 有了甲龙和龙枪 再加上公主的魔法增益 我一定能打败那个男省状元 闻言金珠也思索了起来 第二名陈天志有21万分 第一名的陆凡分数没公布 估计能有30万分 加上我的辅助 陈天志战胜陆凡还是有戏的 想到当初自己经历的屈辱 金珠也咬牙切齿了起来 陆凡 这个名字永远记住 直到你杀了他抢来他的黑龙 我会帮你成为世上最强御龙师 在太齐国 你将成为我的奴仆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关于陆凡 你可不要辜负了我 闻言 陈天志也再次单膝跪了下来 公主放心 这是我的荣幸 我愿永远当您的骑士 听到陈天志的言语 金珠的心情也好了很多 你很实相 比陆凡实相多了 我给过他一步登天的机会 他却不领情 说着他也吩咐起身后的崔红泰 你去一趟江海市 调查一下 陆凡会去哪所学府 如果这点事都办不好的话就滚蛋吧 听到金公主的话 失宠的崔红泰也是倍感压力 而在人看不见的地方 金珠的脸上也爆发出了争议 再过不久 他会为自己对我所做的一切永远感到后悔 大考试炼结束 而我这个男省状元也迎来了挑选学府的机会 在来到秦家安排好的休息室门外后 秦秋也是喃喃开口 陆凡 那个 你有想好报考哪所学府吗 察觉自己过于直接 秦秋惊讶的同时 小脸也不由得红了起来 是我想 不对 是我爸想问的 他说让我最好和你报考同一所 这样以后也能有个照应 对此我也是看破不说破 当然好啊 听说在学府里 团队很重要 而且我们之前还合作过 要是一起去秘境 你肯定是我的首选 只是我现在还没想好去拿所学府 一会儿出来就告诉你 见我如此直接 秦秋也被整得有些不会了 不知道陆凡到底考了多少分 如果我再不追赶他 我和他的距离将会越来越远 想着的同时 秦秋也鼓起了勇气 我会尽力和你报同一所学院的 听到秦秋的话 推开休息室大门的同时 我也给予了肯定 在完全推开大门后 我的眼前也出现了十位顶级学府的代表 初次见到这种排场 关上门的同时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老师打个声招呼 各位老师好 我是陆凡 见到是我的到来 一个牧师装扮的胖子 也是急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陆凡是吧 我们都看过你的大考视频 精彩精彩 后生可畏啊 就在胖子说着之时 一旁疑似刺客职业的代表 也是泥南开口 史上第一个有龙的御龙师 不知道你这位男省状元 可有心意的学府 见到自己话被这家伙说了 胖子也是一脸不悦的看向了他 不用问心不心意 我们江南学府顾安须的 一年奖学金一千万龙币 药剂 秘境等等资源 全部对其免费开放 面对胖子的话 女刺客也是一脸不屑 在座的可是龙国最顶级学府的负责人 就这点东西也好意思来抢状元 文婷此言 胖子也怒了 可是就在他准备与女刺客 好好理论理论之时 这位女刺客也开出了自家学府的条件 陆同学 除了江南学府能提供的 北京学府再加上一年两千万龙币 雪国不对外开放的秘境 我给你二十个 而见到北京学府开出的条件 各位代表也不淡定了 纷纷都从座位上站起开始了理论 你们北京学府是有能力 我们又不是跟不起 这条件我们也能提供 我们能给机缘秘境 条件可以再谈 陆凡同学不满意我还能在家 见到这如菜市场般的场景 我也不禁害你 没想到是这样的面试 天哪 更不知道选哪所学府了 就在各位代表争论不休的同时 一旁一直没说话的 龙都雪府负责人 顾涵也开口 今年的国之试炼名额 由龙都雪府选拔 陆同学 这个名额可以交给你 听到顾涵的话 原本吵得不可开交的 负责人们顿时就将目光 全部转向了他 真的假的 他是厉害 但终究刚转值 怎么可能有国之试炼的级别 广界人选可是经过严格选拔的 别国都已经在备战了 他现在才知道 这么重要的名额内定给新生 你们简直把国之试炼当人戏 听到重复责人这么说 我也提起了兴趣 不过这国之试炼到底是什么呢 见我这样 顾涵也是缓缓开口 国之试炼是由全世界23个国家 共同构建的一个超级秘境 每三年23国将都派送一个25岁以下的选手 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国之试炼的秘境 为了秘境的稳定性 选手必须是心愿 国家级强者则不允许参加 这是全世界瞩目的试炼 奖励更是世间罕见的真体 见顾涵跟我说完国之试炼的事情 你刺客也不淡定了 你要承诺也承诺下一届 这一届还有半年就要开始了 文廷此言胖子牧师也难得和他站在了同一战线 是啊 你们龙都学府这样招揽是不是有点太拼了 对此顾涵全当是在放屁 通关国之试炼的人更是有资格成为国家级高手 从南省第一脉向龙国第一的机会 我龙都学府能给你 文言我也不淡定了 国之试炼 不仅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 而且还能真正躋身强者之列 就在我为此感到惊讶之时 今天的藏宝图奖励也下发了 恭喜你 本日藏宝图已发送 这是时隔许久的第二张神级藏宝图 上一张神级藏宝图让我找到了如今的小叶 这一张难道有机会让我契约第二之龙 意识一动 我也看向了此次宝藏所在 龙都学府 地区等级 安全地区 见我迟迟没有动静 顾涵也开口了 怎么样陆同学 这是龙都学府能给出的最大成因 你要是还不满意 就在顾涵准备说下去时 看完宝藏所在的我也是打断了他 我要去龙都学府 不过有一件事不知道顾老师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下 见我同意 顾涵也是急忙答应 什么事 只要不是太难我尽量帮你申请 龙都学府 位于龙国首都的顶级学府 时间飞逝 在收拾好一切后 我也关闭了这个生活了不知道多久的老成包子 真是没想到 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 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 现在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听到韩柯的话 拍了拍灰的同时我也回到 这有什么舍不得的 咱们现在有别墅有存款 想住在哪里都可以 触景生情 韩柯也想起了我小时候 我记得刚搬来的时候 你才到我胸口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就在我们俩闲聊的同时 秦秋和陶小满也开车来到了此处 在和我们打了声招呼后 驾驶位的陶小满也是兴奋开口 我们以后就都是龙都学府的学生 小秋家里包了专机 正好一起去报道吧 听到陶小满的话我也是疑惑开口 陶子原来也报了龙都学府啊 对此陶小满也是直言不讳 我和小秋的分数相同 看他为了你报龙都学府 所以我就一起报了 见到闺蜜直接将自己的想法全部抖出来 秦秋顿时满脸桃红 而见到我们这样 韩柯的脸色也逐渐红了起来 真是麻烦你们了 我可是完全没想到小满他会一直记得 没错我当时向顾涵提出的申请 正式录取韩柯进入学府 在得知韩柯的隐藏职业 是极为稀有的附魔烹饪事后 经过学府内的开会决定 也是成功通过了这一申请 我成为烹饪师那年说过 我做梦都想像别人一样去高等学府 好想重新活一次 那时小凡还小 没想到他一直都记得 说着说着寒柯就笑着哭了起来 喜极而泣 在安慰好小姨后 我们也一同踏上了前往龙都学府的路 小姨为我辛勤操劳 她成为生活职业后的不甘和失落我都记得 我说过我要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我一定会做到的 而现在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在抵达机场后 我们也踏上了前往龙国龙都的专机 时间飞逝 在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后 我们也成功抵达了龙都 首都就是首都比起江海市 完全不知豪华了多少倍 各种稀有的材料和配方在这里 更是随处可见 而随着我们来到龙都学府的门口时 一则熟悉的声音也自我们的不远处响起 公主 我们到了 听到这话我也不禁回过了头 龙国到底是龙国 首都也不过如此 不等金珠继续说下去 眼前出现的身影也打断了他抱怨的心思 顺着金公主的目光 看去赫然就是当初痛揍过他们的 陆凡 怎么会是你 见到是金公主的到来 本是心情愉悦的我也皱起了眉头 金珠 他怎么也在这里 这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而听到崔红泰的话 心境骑士也是一脸怒气的走了上来 原来他就是江海市的御龙师啊 这下好了 省得我们去找啊 见到这家伙的样子 挨过一顿打的崔红泰也是急忙阻止起他 小子 别冲动 眼见崔红泰无法拦住 金公主突然走到了陈天志的身前 没了阮长风 在大门口动手会被遣送回国的 现在还不是时候 见到主子开口陈天志也停下了脚步 我明白了 对不起公主 来者不善 我也在此时站到了人群的前方 见到针尖对麦芒的场面 知道些内情的秦秋也是难难开口 我记得我爸说过 他本是来龙国留学的 难道是只来龙都学府 就在秦秋说着的同时 不远处也响起了顾寒的声音 正好你们两拨人一起到了 快来吧 见我们面面相聚一股火药味 顾寒也抱着一堆书籍走了上来 难道说你们之间不认识 你们正是南省的第一和第二 还都是御荣师 所以 龙都学府称你们是南省双子星 文言我也是一惊 南省第二名陈天志也是御荣师 比起我的惊讶 早就听说过我的陈天志也是愤怒开口 久仰大名 陆凡 不是冤家不巨头 在抵达龙都学院后 扫把新金珠也是如期而至 眼见再这么下去迟早要打起来 拉开小姨的同时 我也询问起顾寒 顾老师 我跟二位现在算是认识了 来龙都这一路大家也累了 能先带我们去休息一下吗 听到我的话 对我们关系浑然不知的顾寒也走上前来 那我就先带大家去住处看看 要是有什么不满意 还可以提前换 顺便跟你们讲讲明天要参加的新生陆学大会 文言金珠却是直接扭过了身子 我们就算了 我们自己走 没有多过强求 在来到学院的一处住宿区域后 顾寒也向我们介绍起这里 这里就是一级新生所在的别墅区住处 一共有30栋 每年入学 老师都会研究大考视频来评估新生的综合排名 排名前30就能入住别墅区 B级生的综合排名中 陆凡低 所以一号的别墅就是陆凡入住 说着他也指向了我们身旁的一处别墅 南省第二名的陈天志 综合排名在第18位 这18号别墅就是他的住处 对此我也是不以为意 陈天志 看来他答应了金珠的条件 出卖了尊严的家伙居然和我合成双子星 还真是可笑 就在我想着的同时 秦秋也是缓缓开口 顾老师 我和陈子的成绩进不了前30的综合排名吧 是不是要去学生宿舍办入住 文言顾寒也回道 的确如此 秦秋 陶小满和寒科 我稍后会带你们三人去宿舍区 轮起条件 当然是别墅区更好 就在顾寒说完的同时 小姨突然一把搂住了我 那我们可以和陆凡住在一起吗 在思索了片刻后 顾寒也是缓缓开口 没有规定不行 只要入住的人没有意义就可以 文言顾科也向我投来了深情的目光 小凡肯定没有意义吧 难道你不想吃小姨做的菜了吗 面对这似乎有些带着威胁的话 我也只能同意 当然不是 我肯定没意见 对 肯定没意见 听到我所说一把松开我的同时 小姨也抓住了秦秋和陶小满 他没有意见 那我们就住一起吧 正好培养下感情增加默契 以后组队区秘境也方便 看出小姨的心思 我也是难难开口 要不你们就和小姨一起住过来吧 宿舍区离别墅区挺远的 以后要找你们还要走半个校区 听到我开口两女也装起了身材 行吧 小秋住哪我住哪 毕竟这里条件要好太多 听到好友的话 昂首挺胸的同时秦秋也答应了下来 而就在小姨因为秦秋的入住高兴的手舞足蹈的同时 陶小满也是一脸桃红的凑到了我的跟前 合住归合住 但是你可别打小秋的歪主意 我会时时刻刻盯着你的 小插曲结束 在路过二号别墅时 我的藏宝图系统也传来了提示 已接近本章藏宝图地点 看到的同时我也是一惊 这是宝藏提醒 就在二号别墅里面 想着我也询问起身旁的顾涵 顾老师 二号别墅里住的是谁吗 面对我的询问顾涵也是一乐 我只负责男省 不太清楚其他地区的心声 不过根据其他负责人所说 二号里好像是一个女孩入住 听完顾涵所说 我也看向了小姨 小姨你们和顾老师先去一号别墅 我去认识认识我们的邻居 文言小姨也走上前来 我懂的 你去吧 记得给人待见面礼 面对小姨的歪歪心思 我也是急忙解释 小姨 你就别多想了 我就是想去看看 综合排名第二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看破不说破 在将准备好的礼物交给我后 小姨也大笑了起来 一听是女孩就要去 小凡这是终于开窍了 和我们三个女生合住 还想去搭讪邻居 我真是低估你了 来了来了 我的第二只巨龙 它终于来了 在知道宝藏的所在后 我也拿着小姨 亲手做的蛋糕 来到了二号别墅里 小姨做的蛋糕 不知道邻居会不会喜欢 最好是能邀请我进去做做 大家都才刚入住 得在邻居发现之前拿到宝藏 一把按响门铃 当大门打开后 映入眼帘的赫然 就是一位身材火辣的黑丝美女 你好 我是住在一号的陆返 南省江海市的 无暇顾忌美女的身材与否 压住砰砰直跳的心脏后 我也将手中的蛋糕给递了过去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我们以后就是邻居了 交个朋友认识一下 南瓜蛋糕 精良品质 效果 首次使用可永久增加三点敏捷属性 缓缓走出大门 女孩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而场面也在此时变得无比尴尬 眼见如此 就在我打算继续编点像样的话 让她请我进去时 女孩突然伸手接过了我送来的蛋糕 云北省 剑影 说着她就朝门内走去 好可爱的声音 但是感觉和她交流好困难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那个 剑影同学 我能进去做作吗 我有点肯啊 想借杯水喝 说着我内心也开始痛骂起自己 这借口也太烂了 目的不纯 我到底在说些什么东西 我是不是疯了 就在我以为剑影会将我拒之门外时 她却意外地让开了半个身子 见到这邀请的举动 我也急忙出声感谢 在将我邀请进入后 剑影也是缓缓关上了门 可是当她转身准备去倒水时 身后的客厅中早已空无一人 深知自己的举动很冒昧 可是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 在进入房间后 我直接就开始了狂奔 此地不宜久留 必须速战速决找到宝藏 随意推开一处房门 而映入眼帘的 却是刚换下来不久的睡衣内衣 不敢逗留 我也是赶忙推开了第二处房间 可恶 又是卧室又是厕所的 宝藏啊宝藏 你到底在哪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将剑影的别墅 找了个底朝天后 我也终于在一处隐蔽的杂物室中 找到了他 已到达本章藏宝图地 翡翠龙蛋 等级位置 找到了 这里剑影应该还没来得及进入 果然 就和之前的神级藏宝图一样是颗龙蛋 在拿到龙蛋后 我也是第一时间返回了客厅 而见我归来 手握两杯白水的剑影也是一愣 兴奋之余 我也是飞快地跑向了门外 那什么 我突然不渴了 我就先回去了 很高兴认识你 明天新生入学大会见了 见我行为如此怪异 剑影也回身看向了自己的房间 再来到自己卧室 看见自己的贴身衣物都还在后 剑影也是疑惑至极 她是变态吗 时间转瞬即逝 再来到深夜后 我和小叶也查看起新获得的龙蛋 翡翠龙蛋 和当初发现小叶的龙蛋时一样的情形 不敢耽搁 察觉四下无人后 我也对其释放了御龙师专属技能御龙术 随着御龙术的发出 一道金光也随即笼罩在了翡翠龙蛋之上 待到金光逐渐消失 蛋壳上也出现了丝丝猎物 下一刻 在我和小叶的亲眼目睹下 手中的翡翠龙蛋也彻底裂开 而接下来映入眼帘的则是一只如翡翠一般的绿色小龙 翡翠龙 传说 等级一级 力量122 敏捷153 精神659 耐力216 生命源泉 为所有有方目标施加生命源泉持续恢复生命 翡翠之光 为目标施加三层翡翠祝福 驱除所有减异效果并提高30%全属性 每层祝福可抵挡一次伤害 自然同化 可吞噬装备 将装备技能特效化为己用 翡翠龙血统 所有技能效果对龙族和血脉相通者翻倍 免疫所有减异效果 自我恢复能力提升5000% 血气 血脉相通给育龙师提供龙虫10%属性加成 看着翡翠龙的介绍我也不乏有些重点 原来翡翠龙并非战斗系龙族 这600多的精神明显就是辅助系 可是当我看到翡翠之光的效果时 那种抽卡抽了个废物奶妈的心情顿时烟消云散 翻倍 到当初在大考试炼时 龙之鼓舞30%的加成 释放大灾变时的精神属性就已经超过了7000 如果再加上翡翠幼龙非战之光的双倍效果 再提升60%的全属性 那岂不是都快接近12000精神了 而且翡翠幼龙还能吞噬装备的效果化为己用 要是升级或吞噬许多装备后 我已经不敢想象它到底能强到何种程度 一把关掉系统面板 我也开始思索起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该给这小家伙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可就在我想的之时 梁小枝已经因为龙壳的事情打了起来 眼见翡翠幼龙死死咬住小叶的大腿 我也是急忙一把将它抱起 算了算了 懒得想了 以后就叫你小斐怎么样 在音音音一声表达同意后 我也将小斐给举了起来 小斐不错 以后你就是小叶的妹妹了 开始了开始了 新生入学大会他终于开始了 在别墅内休息了一晚后 我们也开始迈步朝新生大会的所在走去 只是可惜 生活职业和战斗职业不是在一起开入学大会 在和我解释了一番为什么不一起开入学大会后 陶小满也询问起我昨夜的情况 陆凡 昨晚你房间里怎么那么吵啊 文言我也一脸笑容的看向了他 可是不等我说出孵化了第二只巨龙 一群看美女的学生也突然打断了这一气 快看快看 又来两个美女 牧师和剑士 真漂亮啊 这都算校花级别了 能和这样美女去秘境 死里面都止了 两个都很漂亮 直接无视人群 我静止就走入了大厅之中 而紧跟上我的同事 秦秋也提醒起身后的陶小满 昨天我问了顾老师 隐藏职业要坐在最前排 文言陶小满也是一脸惊讶 不能和小秋坐在一起了呀 那好吧 我先去后排了 目光一扫 在一众看美女的学生中 我也看到了一位还算熟悉的人 想起来了 当时大考时 那个很吵的气功师 好像叫什么红武 看见老乡 我也是满脸笑容的向他点了点头 而见我这样 红武也是咬牙切齿 在我走后 红武也想起当初校长痛骂自己的内容 居然以为你自己是状元 查查榜单吧 看看你和陆凡的差距 好你个陆凡 竟敢让我在尊敬的校长面前丢进了里面 终于让我见到你了 在他想着的同时 陶小满也抵达了座位的后排 没有过多在意周围老色批的眼光 陶小满也是无奈至极 真是的 好端端的把隐藏职业分到一块 以后陆凡岂不是天天和小秋在一起了 就在陶小满忧心自己会丢掉好闺蜜时 我也在前方看见了自己的好邻居 见到是我 剑影也是斜着眼睛挑了一眼 因为之前冒失的举动 我也不禁滑下一滴冷汗 不过 强压住内心的尴尬 我也是喃喃开口 你好啊 剑影同学 看见我与这位冷面美女认识 秦秋也询问起我 陆凡 你们认识 文言 在剑影身旁的空位坐下的同时 我也解释起来 算是吧 他就是我们的邻居 住在二号别墅的剑影 听到我的话 秦秋也感受到了压力 原来如此 那岂不是综合分数排第二 又漂亮又有实力 而看着我左右 都是学院顶级的美女 坐在后方的男生们 也是带着酸味开口 来龙都学府太好了 你看那男的旁边都是美女 这话说的 美女再多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那男的多半是个舔狗 一会儿大胆点 咱们直接去要联系方式 随着学生们全部入场 会议室的正前方 也出现了一位老者 大家安静 我是龙都学府副校长 战斗魔法系教授 赵生明 首先 我代表龙都学府 欢迎各位新生入学 说着他也推了推眼镜 我不喜欢高形式讲空话 接下来 各位老师会给你们发身份卡 与此同时 我来通知一些学府的规矩 在顾涵向我们发放身份卡的同时 台上的副校长 也是向我们说起了规矩 现在发放的身份卡 是你们在龙都学府的一切凭证 卡里会存储个人积分 这个积分则是学府的通用货币 开启学校提供的秘境 购买武器药剂等等 都需要积分 而初始积分则来自你们的大考分数 文言我也看了看手中的身份卡 龙都学府身份卡 陆凡 积分13539分 听完副校长的话 一名男生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副校长 不同的省大考难度不同 难度低的省更容易拿到高积分 这不公平吧 文言 处于台上的赵生名副校长也解释起来 你说的学府当然考虑到了 大考分数会依据各省试炼的不同 除以一个难度系数来得到积分 试炼的难度越高 这个难度系数越小 打个比方 就拿男省的试炼最难 男省级的新生将会处以最小的96难度系数 不过这积分也是暂时的 一个月后的新生考核会再次决定你们的积分 新生考核前30人将有资格进入青云班 进入青云班的学员会有许多特殊的带领 可以申请不开放的秘境 指定技能和装备的兑换 以及搬入别墅区的权利等等 来了来了 刚入学的麻烦他终于来了 听到校长说完有关青云班的各种优待条件 学生们顿时就不淡定了 青云班 入学前从来没听说过 我也没听过 但好像我们也有机会搬到别墅去了 听到他们的话 我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也就是说 第一名的我现在是有青云班的资格 但如果失去这个资格 我就得搬出一号别墅 想着的同时 台上的副校长也是再次开口 我明白你们都想进青云班 但我要提前告诉你们 并不是进了青云班就高枕无忧了 任何学生都能通过战斗挑战青云班的成员 青云成员赢了才能保留名额 要是青云成员输了 就得向挑战者让出自己的青云名额 而且青云班不可拒绝挑战 说着他也按动了手中的遥控器 屏幕闪动 赵生名也是缓缓开口 现在青云班的成员共30人 是大考综合排名前30的人 第一名是南省状元 御龙师陆凡 听到校长的话 我也缓缓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而见到是我 刚刚还在嚼舌根的学生们顿时议论了起来 第一竟然是他 这不就是那个田狗吗 他御龙师拿第一肯定是有龙啊 小点声 万一他真的有龙咱们就完了 就算有地龙种也很可怕 怪不得他是南省的状元 随着我向大家打了声招 场中的学生们也查找起我的资料 不过受官方保护 他们并没有查到相关视频 而看了第二名陈天志的战斗视频 大家也不由的猜测起 我这个南省第一的实力 见我春风得意 陈天志也询问起自己一旁的金珠 公主 什么时候拿下他 听您安排 闻言 金珠也难得稳重 他的实力还不明朗 先探探他的 与此同时 秦秋也不由的担心起我 陆凡 副校长这样把你推出来 岂不是鼓励大家挑战你 一脸苦笑坐下的同时 我也无奈至极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戏码呀 随着新生大会结束 我们也离开了所处的大厅 作为新生扛把子 急着想看看小斐的实力 我也向秦秋和陶小满发出了邀请 我们去秘境大厅吧 看看学校提供些什么秘境 不过就在我们准备动身之时 红武突然叫住了我 陆凡 我要向你发起挑战 见到红武的约战 刚打算离开的金珠一行 也停下了脚步 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副校长和顾寒 而听到红武的话 我也是疑惑至极 你要对我发起挑战 就在我怀疑这家伙 是不是脑子进水的知识 红武也是肯定的应了一声 没错 刚才赵副校长也说了 前三十的青云班成员 不可拒绝挑战 陆凡 你要是真有状元的实力 为什么不敢和我较量 说着他也猜测起 我的实际实力 看不到他大考试炼的 视频和分数 如果他真有实力 那一定是靠召唤 许多亚龙中过的试炼 只要我针对他本人 肯定能赢 而见到他这样 我也不决 既然如此 我接受你的挑战 见我答应 红武也笑了起来 算你有种 我跟你赌200积分 一把拦住秦秋 我也走上前来 才200 算了 200应该对他来说也不少了 可以 就赌200积分 见到有愣头青 替陈天志试探我的实力 金珠也是难难开口 正是个探底的好机会 你要盯紧陆凡的每一个动作 而见我答应 红武也做出了战斗的架势 我数到三就开始 从未见我出手 陶小男也是怀疑起我的实力 陆凡 他不会输吧 对此 秦秋却是一脸笑容 那是你没见过陆凡战斗 输 不存在的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随着倒计时结束 身为气攻师的红武也朝我杀了过来 来了来了 我开学的手战他终于来了 随着红武的倒计时结束 身为近战职业的他也是飞速朝我猛冲了过来 气韵打击 凝聚气的拳法 造成弱点打击时伤害翻倍 击中目标十七加一 面对红武的技能我丝毫不慌 依旧双手插都站在原地 就在红武即将命中我之时 我的身影几乎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见到自己的技能落空 红武的脸上也不自觉滑落一滴冷汗 这是二转法师的闪现技能 陆凡怎么会这招 就在他想着之时 已经出现在他身后50米出的 我也是缓缓开口 我听说气攻是可攻可守 可近战可远程 这不会就是你的权利吧 说着我也朝他招了招手 见到这挑衅的举动 红武也是瞬间暴怒 双掌汇聚气的同时 他也是愤怒开口 小子 你这是在找死 阴晕声波 发射气波的掌法 每击中目标一次增加目标 受到弱点打击时伤害5% 每发出一次气波十七加一 随着技能的开启 红武直接就在原地发射起气波 随着手掌的摆动 气波的数量也是逐步攀升 没有选择硬抗 凭借灵活的身法 我也在此时穿梭于气波之间 见此红武也笑了起来 毫无还手之力了吧 只要继续阻止他召唤龙宠 一旦露出破绽 我就能将其一举击破 就在这家伙一银的同时 我已经穿过层层气波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眼见我马上就要踢到自己 红武也是一惊 不过凭借长期训练的反射 他也是急忙做出了防御 坚如磐石 消耗全部气制造一层坚固防御 每消耗一点气防御层 就增加5%防御力 我所有的气加在一起 没有280点以上的力量 根本破不了我的坚如磐石 一银害人又害己 拥有两只龙宠的王 实力早已超越了 普通二转职业者的属性 锦氏一脚下去 直接就将红武身前的王八可 给踢了个粉碎 而红武也好不到哪去 这一脚的功力 直接将他踹出了白眼 口中也在此时狂喷出了鲜血 我输了 这怎么可能 没有使用任何技能 仅是普普通通的一脚飞踢 就解决了战斗 青云般这么强的吗 陆凡一个召唤龙的职业 还没召唤就把气功师打败了 这就结束了 我还以为能看见龙呢 眼见周围围着的学生越来越多 为了防止更多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来挑战 我也看向了倒地的红武 你这点实力不行了 我还没出力你就躺这儿了 而见到我仅是一击就打败了红武 荆珠也询问起身旁的陈天志 注意观察陆凡了吗 你有几成把握赢他 对此陈天志也是如实回答 陆凡没有召唤龙处 单看他个人能力 我有三成把握 但要是加上公主的增益 我有七成把握 再回了一句那道也不低后 金珠也看向了我的方向 完全没有在意周围的各种目光 在红武没了继续对战下去的意识后 我也将自己的身份卡 放在了红武的身份卡之上 愿赌服输 更何况是你发起的 二百积分我就收下了 没有因为我的话而感到愤怒 在看到我一万三千七百三十九的积分后 红武也是瞪大了眼睛 一万三千七百三十九成以南省的难度系数96 那可是将近一百三十万的大考分数 垂死并中金座起 完全无视了腹部的剧痛 红武也在此时止不住的冒出了冷汗 将近一百三十万的分数 第二名陈天志不是才二十一万分吗 真是可笑啊 我居然还想赢陆凡 开始了开始了 我入学第一天的秘境之行 他终于开始了 在解决掉约战的红武后 我也第一时间来到了龙都学府的秘境大厅中 得知有人挑战 小姨也是飞快地赶到了此地 这么快就有人挑战了 小凡 没受伤吧 再回了一句放心吧 没有受伤后 我也继续查看起龙都学府的秘境 陆凡刚才轻轻松松就踢飞了红武 他本人都这么强了 那他的龙岂不是更强 我都不敢想象了 听到陶小满的话 秦秋也笑了起来 我早就说过他很强 第一次见陆凡时 他就比格书还要厉害 龙这个生物吗 本来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不等梁女继续歪歪 我也将平板上的信息展露了出来 正好都来了 你们看看这个吧 我刚查询了下学校提供的秘境副本 这一个经验值最多 很适合我们升级 毒株森林 秘境等级45级 秘境难度 恐惧 人数限制 五人以上 开启费用 45积分 见到上来就是45级的副本 小姨也不由得担心起来 虽然你们叫我来凑人数 但这是45级的秘境不是国家家 有个三长两短可是会死 文言 我也安慰其小姨 放心好了 小姨 我有信心带大家安全通关 虽然有些惊讶 但是在看过我的实力后 陶小满也没人意 陆凡 即使没问题 加上韩姐我们也只有四个人 可是这个副本 至少要五个人才能开起来 想到这个问题 我也看向了自己未来老婆 也是啊 还能找谁来组队呢 轻拍一下我的肩膀 秦爽也看向了大厅的另一边 住在二号别墅的邻居也在这 他综合分数第二 这45级的副本对他来说肯定没问题 要不邀请他组队试试 文言我也壮着胆子来到了剑影的身旁 那个 剑影同学 你好啊 见识我的到来 一向冷面的剑影 也难得露出了鄙视的眼神 糟糕 他这个表情明显误会我 不过我找龙蛋时的行为 确实很迷惑 压住内心扇自己耳光的冲动 我也淡定开口 我看你也在查副本 我们也一样 那什么 你看要不要加入我们 说着我也暗想了起来 和剑影交流非常困难 估计他也就回得好 或者滚字吧 没有和我预料的一样 场面一度变得无比安静 而就在我们众人觉得他不拒绝试 剑影再次一脸不懈地看向我 变态 听到剑影的话 身后的三人也是急忙 与我拉开了些许距离 陆凡开学才两天 你对人家女孩子做了什么 见此我也是白口难辨 都是误会 上次打招呼时都误会 说着我也再次拿着平板 来到了剑影的面前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确有点怪 但其实我这个人很正常的 不信我对天发誓 我看你也在找副本 其他人我也不认识 我们去毒株森林还差一人 组个队一起挺好的 你说是吧 听到我要去的是这个副本 剑影也难得正视起来 毒株森林 好 听到他同意我们也笑了起来 这算是组队成功了吧 而就在我提议我来替大家 出进入秘境的积分时 剑影突然起身 走向了毒株秘境传送点的方向 不用 在来到缴费积分的地方 随手一刷的同时 剑影也迈步进入了秘境之中 龙都学府身份卡 剑影 秘境毒株森林 积分消耗45 剩余积分8744 走吧 没有多过在意谁来消耗积分 我也在此时被剑影的积分所吸引 它的积分还有8000多 不知道云北省的难度系数是多少 但即使最难的南省系数96 剑影的大考分数也在80万分以上 实力不容小觑 跟随这剑影的脚步 我们也集体踏入了毒株秘境之中 初次进入秘境 寒科也捂住了鼻子 天哪 呼吸这里的空气都有刺鼻的感觉 没有多过在意 我也在此时看向了秘境的深处 看来我们的目的地就是那里